彩虎空間人靈物 南無本識釋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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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 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 無上聖身剝弱法 百千萬劫難遭遇 我今見聞得受持 我今見聞得受持 厭解如來真實意 厭解如來真實意 好 我們翻開我們的第二會大波羅經 我們的營運本是471頁 我們看中段中間的 父之四尊若此三千大千世界 過於世界所有亡都誠意聚肉其中 若有受持讀誦書學解收 共養共進尊重讚嘆 如是菠蘿菠蘿蜜多 就是我們以世俗地來說 我們這個世界 我們在這個所居住的這個城市裡面 我們有人受持讀誦 然後書學解收共養共進 世俗友情不為一切人非人等之所腦亥 所以我們因為有這樣的因緣 人跟非人不會腦亥 唯儲當然唯儲 唯儲兩個字都是 我們本身有個人個人的各業 個人個人的 所以才說唯儲決定惡業因壽 也就是說你有這個惡業 所以你也要接受 你不能說有惡業 因為我有菠蘿菠蘿蜜多 惡業都一粒擺平掉了 不可能 因為我們菠蘿菠蘿蜜多 更要接受這個聖身炎齊瓦德 那個因緣 所以此中友情 見次修學三聖正信 那我們友情 本來在學佛的過程 我們本來就是見次的增長 我們從外繁衛 從剛開始我們 外繁衛這個過程每一個人都有經過 包括事務在內 所謂外繁衛並不是 那個信仰那個邪教 不是它只是心外求法 我們求神通保佑平安回向 我自己或者我家裡都一切平安 這個都是外繁衛 但是外繁衛這些都是叫善法 就是外繁的善 外繁的善 因為他這個用功修行的那個人的心思 還是屬於善念的人 他並不是惡念 所以我們叫做外繁衛 但是我們一輩子修外繁衛 我們一輩子還是煩惱 執著還是在 也就是說外繁衛你用功了 五六十年七八十年 其實你一樣靈命終始 心不安 一樣煩惱 煩惱執著一樣還存在 所以外繁衛 我們經過以後 他這裡告訴我們經過以後 我們見次修學三聖陣行 然後我們從外繁衛慢慢 我們就接受教育 我們聽清文法 我們都聽清文法 然後因為我們總是 外繁衛也是要經過信解行政 那外繁衛大部分都是在 信解行政來講 都是屬於信的方面而已 都是停留在信仰的信 然後我們慢慢 對佛法佛學的這個文字 剝落有興趣 我們就開始進入所謂 信解行政的解門 就是要解 那我們的解 剛開始也是從文字的解 比如說明相 這些佛學詞典 或者我們要看佛學入文手冊 或者我們要看佛儀教經 八大仁解經 這四十二藏經這些 這些都是屬於初級階段的 我們要更上一層樓的解門 解門的文字 那慢慢這個解門 我們慢慢就提升到 尤其我們學佛如果經過了五年十年 或者十五年二十年 我們的解當然就會慢慢提升 研究大經大論 像我們現在讀大剝落經 就是解門 然後我們從這個文字的解門 然後進入要行門 行門就是 我們一般講的行門 一般的人如果不理解 都停留外環位的行門 他的行門認為就是打坐 然後念佛持坐 用功迴向這個叫行門 可是我們佛法的行門 進入到解門這個行門 是解察力叫行門 解觀力叫行門 而不是因為我們的行門已經是 放在哪裡用功 六根一到六層用功 可是你六根一到六層用功 你眼根看色塵 你也不能說眼睛在拜佛 眼睛會念佛嗎不會啊 所以我們都講這個行門 是講解察力 解觀力的 已經不是那個外環位的那個行門 聽得懂嗎 外環位的行門 你外環位的行門 大家都有經驗 包括以前師父 在外環位的時候行門 一面拜我一面胡思亂想 打坐也是分層胡思亂想 以前我們在外環位 我們都經歷過 我們送一個佛號也信定 也定不下來 所以那個其實都不能叫行門 那個都是累積之良位 我們叫知良位的那個而已 那我們才進入性解形 這個行我們剛才講 就是都要安住這個解察力 不管很多大聖的經論裡面 你今天要更上一層 你的截觀力 解察力要提升 要升法 它才叫做行門的意思 因為我們的行門 有分身形 口形 異形 那口形跟那個 身形跟口形 是不是都是屬於外環位的課程 都是因為你身形 要拜佛 要精形 要打坐 打坐也是要身形 然後口形呢 我們呈陽明號 或者呈陽這個座椅 或者誦經 迴向 這也是口形 口業 口形去實踐 我們呢 要進入這個三聖的陣型 我們就要進入異形 那這個異形呢 它要靠指跟觀 它沒有 因為異形它沒有 那個外表的形象 用功的形象讓你看到 它沒有 所以異形它要指觀 它要節照力 節察力 所以我們講修行 修行大家要改 要提升一下 從三頁來講 深頁 口頁 一頁 我們轉為修行 就是深頁 口頁 異形 那就不一樣了 因為這個行是實踐的意思 如果二六十中都有辦法 連續的一直沒有變動 然後一次相係不斷的實踐 這個行我們才能夠連接起來 連接起來 所以我們必須修學三聖的陣型 那我們就要懂 深文聖的陣型是什麼 延結聖的陣型是什麼 菩薩聖的陣型是什麼 以前的菩薩聖 就是我們現在所講的佛聖 一天的佛聖 在延始佛教的時候 把菩薩只有唯一釋迦牟尼佛 才可以稱為菩薩 因為它二六十中犧牲奉獻 所以它才可以叫做菩薩摩侯煞的 然後我們如果了解的這個 身形口形異形 然後這個異形 就是我們剛才所講的解察力 那每一個等次都有身形口形異形 比如說深魂聖 有深魂聖階段的身形口形異形 延結聖有延結聖的身形口形異形 我們菩薩聖 菩薩聖我們大部分都講 波洛波洛密多聖 就是波洛聖 它一樣有這個身形口形異形 那因為你的程度不同 身形口形異形就不一樣 比如說我們世主帝來講 小學生有小學生的身形口形異形 有沒有 那大家都有經過小學生六年的這個 成長的階段 你回想看看我們 小學六年的身形口形異形 我們大部分的範圍都是什麼 大家都有經歷過 當你慢慢讀到初中 國中 高中 身形口形異形 又是跟小學那個階段不一樣了 是不是 因為你的成長長大了 所以境界也漸漸提升 其實我們學佛法也是一樣 我們從這個身魂聖 顏結聖 然後菩薩聖 菩薩聖就是我們現在所講的 波羅波羅蜜多聖 才可以叫菩薩聖 菩薩聖的 為什麼 因為你要訓練無我 因為波羅波羅蜜多 走到哪裡 六根一道六神 你當下都要無我的正結觀在 你要知道這個才叫波羅波羅蜜多聖 菩薩摩薩聖 所以你看喔 這裡都有跟你講 大家一定要記住 此中友情 菩薩修學 我們是慢慢來菩薩修學 聽得懂 菩薩修學 然後呢 三聖正行 三聖之行的 那三聖之行唯一統而回來 就是要進入 佛上正等菩提之行 也就是佛聖行 因為你要成等正解 隨時所願乃至宿正三聖的內盤 我們在每一個內盤 我們以現在術語來講就是畢業 你國小畢業有國小畢業的內盤 初中國中有初中國中的畢業 然後高中有高中的畢業 大學有大學的畢業 我們畢業我們把它叫做 我們方便說就是這裡所講的 宿正三聖的內盤 內盤是如果以八部中道龍術來講 就是生妹不止走 生姦不止走 有無不止走 來去不止走 所以叫八部 這個八種的因緣法 我們都二邊不早 所以叫八部中道滴地 記住喔 我們佛法所講的 是不早而不是推翻兩邊 不是推翻有邊跟無邊 聽得懂嗎 一定不是推翻對跟錯 對跟錯的因緣在你的眼前 你要截觀不能有三獨五蓋起來 對的境界在你的眼前 你也不能有三獨五蓋喔 錯的境界在你的眼前發生 也不能有三獨五蓋起來喔 而且這個是靠自我覺察力 不是啦 我們凡務會事後才懺悔 我又講錯話了 我又講對話了 不是喔 當下就要截之力喔 所以啦隨其我們每一個人的 當然所厭大部分都是 我們既然來修學 當然也都希望得到見法 然後悟道 然後成本正結 這個是我想每一個人寫佛的 示眾弟子的目標都是這樣子啦 沒有一個人說 我今天寫佛以後 我一輩子都是那個外反位 只是說我們反乎啊 因為沒有遇到三獨四 因為你如果沒有出外殘血的話 你可能沒有辦法遇到三獨四 你如果一輩子呢 在一個環境成長長大 那你會在一個固定的寺廟的團體 或者種種的團體 你就被那邊啊 我們來講說 警體自我媽的被栽培而已 你就是那個範圍而已 範圍範圍而已 那你就沒有辦法 幹嘛樹正三聖的內盤 因為你所學的都是外反位的課程 聽得懂啊 那我們今天用功啊 既然你以前學佛都有發四紅試驗嘛 不管以前三歸一的時候 四紅試驗懂不懂 總算有種的那個無肉的陰啊 我也會期望啊 我們都圓滿那個四紅試驗 有沒有大家都有 你看你看在小學階段 我們剛初學的時候叫小學階段 我們一樣有三歸說 四紅試驗給花了 聽得懂不懂不懂 反正就種下山根下去了 然後到了一段時間呢 你受八關界界 我們也又要發願 然後受五界又要發願 然後將來你受比丘界 比丘尼界菩薩界又要發願 有沒有離開發願 沒有啊 你每一個階段喔 也就是說這個小學呢 初中高中大學 我們都有一個目標 什麼叫發願 要畢業 要成等正解 要在這個課程裡面 我希望有所成就 這個就是驗啊 聽得懂嗎 所以才要法門無量試驗學啊 為什麼要法門無量試驗學 用意就是環繞無盡試驗段啊 聽得懂嗎 不然我寫那麼多法門幹嘛 就是因為我要轉化我的環繞嘛 那即使我們的法門呢 歸咎重點就是菠蘿菠蘿蜜多 菠蘿蜜多 菠蘿蜜多具備一切法的圓滿了啦 然後呢世尊 如是菠蘿菠蘿蜜多 以此三千大千世界做到饒益 所以我們菠蘿菠蘿蜜多 為什麼會在三千大千 讓所有一切血佛的重生 可以得到大饒益 就是因為我們有前面所 師弟的教育 隨即首願乃至數正三聖的內盤 內盤的極境 世尊如是菠蘿菠蘿蜜多具大神力 隨所在處則為佛做諸佛事 因為假如我們有菠蘿菠蘿蜜多 我們所做的任何日常生活的行處作惡 這些都是成果之事喔 所以我們在做日常生活的時候 的時候我們當下 生起那個止觀不二的 覺察力的平衡 然後呢平等 然後我們不只利樂 你自己也利樂了你周遭的任何一個人 隨所在處則為佛做諸佛事 你就像跟佛一樣在做很多 什麼佛事 佛事不是我們現在外環惡所講的感金燦 送金回向那個叫佛事 各位記住我們佛事是成等正解的事情 把我執法執拿掉這個在佛事 不是我們ㄎ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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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ㄎ的叫做佛事 叫做佛事 聽得懂 那不是的 所以以前歷史的演變我也不知道 我們後來的佛事怎麼會叫做感金燦 送金叫做佛事 聽得懂 人家大菠蘿進的佛事是要贏 跟菠蘿菠蘿蜜都結合才叫佛事 聽得懂 其實我們一般如果我們把它釐清楚 我們跟人家送金回向敲打唱戀 那個都不叫佛事 那個都是環夫事 那個不叫佛事 那個不叫佛事 聽得懂 那個不叫 所以大家一定要怎樣 你想佛事 那你就要認真嚴謹一下 什麼叫佛事 佛等正解 聽得懂嗎 等正解的時候才可以叫佛事 所以以後我們最起碼 反正任何有姻緣跟人家註戀 做送金回向 我們最好都把它叫做法事 因為它是法而已 可是有那個初前的法 終極階段的法 聽得懂嗎 那高級階段的法 都叫法 像我們現在上課也叫法事 因為我們講金收法 的法事 那我們跟人家宋經 煉佛號 它也叫法事 聽得懂 因為煉佛本身就是法 你參話頭本身也就是法 都是法 其實應該都叫法事 然後我們那個階段以後 我們叫結言法事 我們如果謙卑一下 其實不是說我今天跟你送金回向 你就整等正解 哪有那麼榮譽 我們聽經文法 聽了那麼久都還沒辦法 哪有說一送金回向 對方就可以 能夠種下善根善言就算不錯了 聽得懂 一百分裡面種下十分 也算不錯了 也算很好 所以這個叫法事 所以我們的佛事是什麼 成等正解的事 才可以叫佛事 其他的都不能叫佛事 所以我們為什麼很多的術語 它裡面表揚出來 發揮出來都含有慢心 慢 那個也是叫慢心 其實原來都不是成等正解的事情 怎麼可以叫做佛事 那這個法我們有分世間法 跟處世間法 所以我們還可以說得通 所以我把它改為叫法事 為什麼 因為那世間法事 世間的法事而已 好 所謂利樂一切友情 世尊 譬如無價大寶神諸 據無量種聖妙威德 隨所住處由此神諸 就講神諸的功德力 威神之力 能幾非人 無諸腦亥 若有男子佛婦女人 為鬼所執生心苦惱 若有此 執持神諸是之 如豬威律 鬼便捨去 因為這個豬 就是我們現在所講 波羅波羅味道 就是因為 為什麼鬼 遇到波羅波羅味道 都要離開 因為成為一個鬼 或者我們叫人道眾生 我們一定是 执軸很嚴重的 所以叫人道眾生 我們今天是因為 學佛以後 漸漸把执軸減輕了 所以不會太在意 在以前我們沒有 我們包括師父在內 以前師父在外王位的時候 我們執著 回想起來說 執著的要命 聽了 什麼都要計較 什麼都要計早 師兄弟當中 我們內心也一樣不平衡 一樣 嫉妒心 然後忠諱心 不滿的心 我們常常都會 那我們今天學佛以後 慢慢提升以後 我們如何去教育 所謂提升就是教育 教育你自己 教育你自己進入無我無助身心的境界 這個叫做教育你自己 這時候我們慢慢 就不會被煩惱所困擾 那這裡會告訴我們說 波羅波羅蜜多 如果你接受這個波羅蜜多的教育 因為神諸就是波羅蜜多 那這個鬼 因為他們只有很嚴重 教他要學波羅蜜多 他們逃之夭夭 聽得懂 我們不要講鬼 我們講一般人 一般的我們現在學佛人 我們如果提倡波羅蜜多 叫他放掉六種負面的心態 其實他不願意 請問你要去找一個眾生願意放掉千貪心的人 你看 你去找看有多少人會棘手 你去找多少人願意把那個混會心轉化掉 有多少人 聽得懂嗎 不可能的 所以你看說 因為波羅蜜多 你要接受波羅蜜多 你這個修行者 你四種地者 你一定要有心理準備 千貪心 患戒心 混會心 卸態心 散亂心 惡會心 這個六個心態你要拿掉轉化 你才有那個神諸的威力 那這個鬼 你叫他要放棄 剛才我們講的這個負面的這種六種心態 他願意放下嗎 我今天會做鬼 我就是因為有這種六種心 所以我才做鬼 反過來 我們人道眾生就是有這種六種心還不圓滿 聽得懂嗎 我們還有這個六種心缺陷 所以我們怎麼願意要波羅蜜多 因為波羅蜜多 跟你講你把混會心拿掉 把散亂心拿掉 請問我們現在磨練到現在散亂心拿掉幾層了 有啦 有一點進步啦 我們一百分來講 這少說已經拿掉了十分二十分 還有七十分八十 要繼續努力 聽得懂嗎 所以諸位以後你們看經典你要懂 為什麼 猶豬威力 鬼變捨去 為什麼 反過來 因為波羅蜜多的神諸就是要讓你看開放下一切 只會你只要 我講一個屁 你只要遇到很多的這些外環會的眾生 叫他放下直走 他逃之夭夭 意思是 我跟你講這一段是不是一樣的一道理 你看開 什麼你叫我看開 我今天做一個人 我今天做一個老闆 我今天做個某某某某大德的名號 你叫我放下那個名跟利 哪有可能 我好不容易 苦修三四十年 我們名跟利才有 聽得懂嗎 所以你們讀這個經文你要靈巧一下 極反三 所以你說 由豬威力 鬼變捨去 為什麼 因為鬼不喜歡放下 所以他看到你這個神諸 波羅蜜多那個法義的教理 我做不到 我不想做了 我還是去做我的鬼算 我還是只有 我們反覆也是一樣 你叫我把那個婚會心拿掉 拿這個婚會心拿掉 我才不要 我還是去做人吧 請問是不是一樣的 所以所以你要讀 不是說這個鬼神看到這個神諸 這個神諸放光 然後很刺眼 然後他離開 不是 是在講我們的心理學 心態 聽得懂這意思嗎 所以大家讀經要懂 諸有熱病 諸風 諸淡 這個應該是痰 諸彈 然後諸熱風 痰合疾 或者前面的熱風痰 然後合疾起來的病 諸有細止 神諸著生 你要知道我們為什麼會有熱病 有風病 痰病 那他的痞是什麼 就是說我為什麼今天會有煩惱的病 從哪裡來 就是從植油 波羅波羅蜜都破你的油 轉化你的油 那你的轉化你的油 你這個病就會好了 聽得懂這意思嗎 所以他說你要知道 諸有熱病 風病 痰病 或者熱風痰合疾的病 那就是因為都是早有 啊這個 這個所謂熱病 痰病 痰病代表什麼 我們也可以把它叫做代表貪生痴 聽得懂嗎 因為我們有貪病 痴病 魚吃病 還有結合貪生痴三毒的病 假如你有波羅波羅蜜都 這些都會改善掉 這樣聽得懂 這樣痞疑嗎 我們痞疑嘛 所以若有細詞 神諸著生 如是諸病 無不足以 當然我們有波羅蜜都的教話 因為你要知道貪生吃來的病 貪生吃的病都是什麼病 都是因為起先都是著有 聽得懂嗎 因為有見跟身見 有見起見 有我見人像 我像眾生像 所以我們今天才有三毒的病 今天波羅波羅蜜都 它都是要改善你的因 改善什麼因 人像 我像眾生像 瘦則像 這樣聽得懂嗎 波羅波羅蜜都就是要解決你這個 你為什麼要有人見 我見 眾生見 瘦則見 瘦則見 為什麼要這個 跟你開導 轉化 當然轉化以後 你三毒快的病就好了 這樣聽得懂這一次 所以我們用這些辟語 其實會歸到法的理解 好 很多有細止神諸著生 就是我們有波羅蜜都的法義 其實我們慢慢用功修行來 能夠抗開很多 別人對我的讚嘆跟批評 也就是因為如果我們有波羅蜜都的教話 我們那個藻不會那麼深 就是人家批評你 人家讚嘆你 你有時候會 剛開始聽到的時候看不開 三分鐘 五分鐘 但是過後你就抗開了 為什麼 因為有波羅蜜都的關係的教育 聽得懂 所以大家一定要記住喔 波羅蜜都不是在保佑你平安 波羅蜜都是保佑你決定要把執著拿掉 把人像我這樣 眾生像素素這樣改善 這個才叫波羅蜜都的用意 大家一定要理解 所以若有細此神諸著生 如是諸病無處異 此諸在暗能作照免 你看暗就是我們的無明煩惱 聽得懂嗎 其實我們有了波羅蜜都的教育 我們的執著就越來越減少 那我們怎麼會只有而怕去浮墓怕鬼 我們之所以會怕鬼 之所以在去浮墓要去陰陰陰的地方 要練佛 要練咒語 就是因為我們有我見身見所以害怕 我們外環會就是練那個佛號咒語來保佑 所以一般世間人你也 他還沒有理解法義 他的程度就是這樣 你也只能這樣告訴他 聽得懂最少給他安他的心 因為他還不懂波羅蜜都 那我們現在聽聽文法以後 我們漸漸就理解了 就是理解了 所以才說 如是諸病無不處異 此諸在暗能作照明 在那個黑暗的地方 黑暗就是我剛才講三獨五蓋 就是黑暗的地方 我們用這個照明 這個波羅蜜都的照明光 去把它打散掉 把它打散掉 熱死能量寒死能暖 所以我們遇到了這個陰眼的熱 它能夠涼寒死能暖 因為我抗開一切 所以我今天 真的主委你把它試試看 很多的身心你看開 你真的沒有執著的那個 有出現的那個延期出現 你看你每天都很快樂很自在 但是你要覺得 你有一件事情看不開的話 然後老是在那個腦筋轉來轉去 你就很苦惱 聽得懂嗎 但是大家都沒有把這個陰眼弄清楚 就是把快樂苦惱的事情都推給別人 你給我快樂 你造成我痛苦 都是推給別人 為什麼我推給別人 因為沒有菠蘿菠蘿蜜多 其實我們有菠蘿菠蘿蜜多 就不應該再破壞延期法 推給別人 聽得懂 就是任何一件事 都是由自己的無知無明造成的 跟別人沒關係 別一個人讓你無知無明 只是創造你的一種陰眼而已 你不要再疑心病 他故意或者他不故意 我們學菠蘿菠蘿蜜多 都不能再胡思亂想想這個 如果你在胡思亂想想這個 對立邊的那個我見出來 那我們學菠蘿菠蘿蜜多 都沒有什麼意義的 聽得懂嗎 什麼意義 所以熱死能涼寒死能暖 誰地方守 由此神諸 死解調和不寒不熱 假如你有菠蘿菠蘿蜜多 你看你到哪裡 你怎麼會有計較心 沒有計較心 你怎麼會有熱跟寒的執著 不會啊 熱的陰眼 夏天熱的陰眼我就接受熱 我為什麼要熱裡面起煩惱 就不用起煩惱 冬天冷我就接受冷 我為什麼在冷裡面要起煩惱 不用起煩惱 你就接受冷 聽得懂嗎 要接納他 如果你接納 那個叫做菠蘿菠蘿蜜多 聽得懂嗎 就是 如果地方處有此神諸 蛇蝦等 毒 無感停止 假如你看 假如我們有神諸這個菠蘿菠蘿蜜多 你看 你的三毒五蓋 就停止了 聽得懂 你要記住 三毒五蓋就停止 因為毒蝦就是代表你的三毒五蓋 對吧 所以我男子 或者佛父女人 為毒中 有毒手中 處痛迷悶 也就是說我們 還不了解菠蘿菠蘿蜜多 剛開始 都被那個三毒五蓋弄得一塌糊塗 聽得懂嗎 人家看我 我內心也分別計較 人家不恭敬你 你也發脾氣 人家恭敬你 你也一樣不高興 或者高興 你二邊直走 若有此 了解菠蘿菠蘿蜜多 若有此神諸是之 諸威士 故阿毒吉 消滅 所以諸位你要記住 這個毒 就是我們的三毒五蓋的毒 那凡有三毒五蓋的毒 一定是早有 就不用再騙人家了 聽得懂 你啊 借辣高 人家不恭敬你 你心裡就不舒服 這個就是毒啊 聽得懂啊 聽得懂啊 哎呀 你們今天怎麼都忘記頂禮我 怎麼沒有撐陽讚嘆我 給我記住我告訴你 哇 你看你講這個幾心痛給我記住 解釋什麼毒 就撐毒嘛 記憶毒嘛 看不看放不下嘛 怎麼還會去在意這個呢 所以只有我們呢 理解了這個波羅波羅蜜多 真的可以化解一切的毒 化解什麼毒 牽灘的毒 混會的毒 懈怠的毒 懈怠的毒 然後呢 散亂的毒 乃至二慧的毒 都可以把你化解掉 就是看你要不要吃啊 你要不要拿來用 聽得懂 所以不要去在意 別人啊 對我們眼光的看法 因為對我們眼光看法 也剛好我們在訓練波羅波羅蜜多 最好的 我們對方佛陀常講 迪伯達多就是我的善知識 也因為人家對你的陰眼 對你的印象不好 那剛好他在栽培我 無我 聽說 我們藉這個陰眼 栽培無我 所以他就是你的善知識了 所以若有諸有群 身陰賴己 我們身體上有這個鯉肉 我們現在閩南話 很多臭鯉肉 整大堆就對了 然後呢 二瘡 腫泡 木弦 醫等眼病 或者耳病 鼻病 舌病 佛病 生病 諸邪病 待此神諸 重病皆疑 所以記住喔 我們已經聽清文法了 那我們在日常生活還是會遇到三獨五蓋的陰眼相 聽得懂啊 要記住喔 順境的時候也要 也不要把那個波羅波羅蜜多給忘記 我們法文化就怕說那個逆境 二進來的時候 波羅波羅蜜多記得 可是順境的時候忘掉了 聽得懂嗎 你被鼓掌聲鼓掌我都忘掉波羅波羅蜜多 波羅波羅蜜多 因為所謂鼓掌聲 就是屬於貪力蓋的範圍嘛 那個他順境嘛 因為我厲害 所以人家跟我鼓掌啊 這個貪力心就出來了 這個也要靠波羅波羅蜜多解套 我們一道逆境起稱會蓋 我們也要用波羅波羅蜜多解套 池水酌費啊 佛江啊 姑姑啊 以諸投資啊 池水啊 變啊 蘊滿 這個都是形容詞啦 也就是說你用這些氏族地的形容 告訴你那個波羅蜜多的真的無二的用處 香節澄淨 祭八功德啊 就是波羅蜜多具有八功德的那種功能作用 八功德是功能的作用 清涼香 柔軟啊 這大家查一下字典就知道了 若以呢 清黃赤白啊 紅紫呢 碧綠啊 雜起種種色衣啊 國主神諸投資以水啊 水水啊 衣財呢 各同其色 如是無家大寶神諸啊 威德無邊啊 嘆不可見 也就是說大家如果願意啊 把這個神諸 波羅蜜多這個神諸拿來 在日常生活生活 心口義商業去應用的時候啊 它的效果你真的是 沒有辦法想像的 因為超越了一般外環未環乎的那個 效果的想像啊 然後威德無邊 嘆不可見啊 若之然香且呢 然後依令啊齊氣啊 劇足啊 成就無邊威德啊 也就是說我們講波羅蜜多 它類比一個神諸一樣 但是問題是你願不願意要 波羅蜜多這個神諸啦 你如果不要的話 剛才講的那個負面的效果喔 那個執著這樣一直一直升起來 一直升起來而已 耳時啊 慶喜問第四言 如是神諸為天獨有 人依有也 然後呢故意問啊 第四 那這個神諸是你們天裡面 我們人道有沒有呢 你看喔 第四 天地四言 人中天上具有此處 因為波羅蜜多蜜多本啊 就偏一切處啊 聽得懂 被你切處啊 所以天上有人也有啊 那個三二道也有啊 聽得懂 只是他們不知道 因為三二道更不知道 我們人道如果沒有天清無法 我們就已經不知道了啦 聽得懂 也就是說 主委 假如我 以我的例子來講 我這一生如果沒有讀波羅蜜多蜜多啊 可能我這一輩子還是外反論 一輩子都還是外反論 最多你當一個那個文字解說的 就是蔣經法師 你也不會應用波羅蜜多蜜多 來斷除你的三獨五幹 聽得懂啊 因為你要名利嘛 要名氣 要被人家恭敬嘛 所以記住喔 波羅蜜多 不管在天道 人道都有 所以人中天上具有此諸啊 若在人中啊 行小而重 若在天上啊 行大而輕啊 這個是形容詞 行小 然後呢 又人中諸相啊 不具足啊 也就是說我們的人中 為什麼叫不具足 因為人道眾生要了解波羅蜜多蜜多的人不多 這樣聽得懂嗎 所以他剛才講 若在人中啊 這個神諸啊 行小而重 用這樣的屁語 因為意思說 人道的眾生要理解波羅蜜多蜜多啊 而且要接近喔 要實踐波羅蜜多蜜多啊 不容易耶 所以叫做行小而重 重是代表什麼 不願意接受的比例多 像天道 用這樣屁語喔 那天道的波羅蜜多蜜多這個神諸呢 是啊 行大而輕 那天道的眾生啊 他的職業 因為你既然是天道嘛 那表示你人道的那個職走的範圍比較沒有了 所以你今天還跑到天道 聽得懂嗎 人的那種觀念啊 就人道眾生那個三獨五蓋的觀念啊 你已經 你如果天道的眾生啊 的那種天神 他已經沒有那個人道眾生 那個職有那麼嚴重的範圍 所以才會用這樣的屁語 要人中諸相不記主 不記主 為什麼 因為你啊 都拿那個人啊 的標準觀念在看那個神諸 也就是我們用功修行的 用人道的觀念在看波羅蜜多 聽得懂啊 波羅蜜多 所以你們常常會講說 師傅依我的理解 你 坦白講你不能講這種話 你依你的理解 那就是你都我見了 你已經講你的缺點 你告訴人家你還不知道嗎 可是我們懷惑的聽不懂 他講這句話他還不知道他講錯話 他還很閒耀 依我的理解 你看焦慢心就來了 那你用焦慢心在理解波羅蜜多 那你當然是 用人中諸相不記主 你當然不記主啊 聽得懂 所以以後你們要改一下 以波羅蜜多的理解 不是以我的理解 聽得懂啊 如果你講話要有 要有氣角 你因為你今天要進入無我 進入無我的人 你講話也不能有我指啊 聽得懂 以我的理解 你應該說 以波羅蜜多角度的理解 不是依你 聽得懂 依你喔 有十個你的答案 那個你啊 十個答案的人的不同啊 人種的人像十個人啊 他的答案就不一樣 十個就不一樣 聽得懂 還會依我的理解 如果你講這一句話 都是我見 身見 你應該要謙卑一下 我們要儘量啊 把這個我見轉化掉 你要說 以波羅蜜多的理解 都這樣說 我現在還沒有做到 聽得懂 但是我現在在努力當中 所以又人 人中諸相不記主 在天上啊 則啊 奇相周圓 當然這個天上如果再來比嘛 因為這個是道立天 如果跟朵帥天的天上來比 這個道立天的天又不記主 聽得懂 朵帥都 在朵帥天的那個天人 如果來修學波羅波羅蜜多 他的程度又比你道立天的人高 聽得懂 現在是跟人道來對比就可以了 天上神諸威德 諸聖無量倍數 過人所有 當然越過我們一般反乎的人道 也就是說 反過來 坦白講 天上的眾生如果願意 往無我 斷除我見身見這條路 他的進步會比人道快 意思是這樣的闢語 只是說 我們都歸咎於在於你要不要去 願意接受波羅波羅蜜多的教義 使天地是父百佛眼是尊 聖神波羅波羅蜜多依父如是 為眾德本 你看喔 為眾的德本 我們有叫做德 就是正德斷德 斷就是斷環老障所之障 斷德然後正德 能滅無量惡不善法 滅就是轉化 能轉化所有無量的不善法 隨手在處 令諸有情 身心苦惱 但是要這些眾生願意接受 如果眾生不願意接受 一輩子血火都要停入外帆位 那可能這些苦惱要熄滅也很困難 聽得懂嗎 我跟你講波羅波羅蜜多有這樣的好處 但是你願意要接受 你如果不願意接受 那沒有辦法 因為我們不可能一輩子 波羅波羅蜜多停留讀誦 然後讀誦的功德力很大 就可以轉化我的我見的煩惱嗎 沒有啊 聽得懂 讀誦只是初步的下手處 第一個培養 無落善根的延起而已 但是你今天要去 二六十宗 六斤到六斤那去實踐波羅波羅蜜多 你今天煩惱的執著才會轉化掉 所以人非人等不能危害 因為人非人等我們前面反過來說 你如果一波羅蜜多而慢慢轉化身見 這些人跟非人他們自己衡量自己做不到 所以他們會恭敬做得到的人 聽得懂嗎 所以當然人非人等不能危害 沒有辦法去破壞你 因為你無我他怎麼破壞 就算要破壞他也無從破壞 好 世尊 所說無價大寶神諸 非但與與 聖聖波羅波羅蜜多 也就是神諸 就辟以聖聖波羅波羅蜜多 依與也辟以什麼 如來一切相知 也辟以盡力波羅蜜多 乃至不是波羅蜜多 你看這個神諸的辟以 就是下面的答案 這個就是法義 聽得懂嗎 法義的理解 也依以連內空乃至無性之心空 依以釋念諸廣說乃至神八婆不共法 依以法性法諸法定真如實際 不失異界 這個就是神諸 就是神諸 何以故世尊 如是功德皆由波羅蜜多 大威神力之手隱顯 這個畫起來也就是說 主委你今天真的要慢慢 使你的道業越來越增上 你一定要一直教你 不理波羅蜜多的教法 如果我們這一生的寫佛 一輩子都沒有用波羅蜜多 但是我們理解波羅蜜多 大家一定要記住 我們剛開始是聽聞讀誦 然後慢慢要如理思維 不能一輩子五六十年都還 還是幹嘛 要讀誦 要書寫 哇 都還停留待這個時間 那不行耶 你要慢慢的 要如理思維提升起來 所以波羅蜜多 在一切處的法裡面 都可以展現出來 所以他才會跟你講 一以盡力波羅蜜多 乃至布施波羅蜜多 一以內空乃至無性之心空 因為波羅蜜多在哪裡修學 就在這裡剛才所說的 一以四念柱廣收乃至八佛不共法裡面 去修學 一以法信法著法定真如 實際不失意界 不失意界 就是波羅蜜多不需要 因為詩一定是第六意識 意一定是嘴巴 我們反乎的前五根 手對著前五層我們都會議論 所以然後我們了解波羅蜜多 我們這些的前五根乃至六根 我們都會慢慢轉化 不會再去找那個有編那麼嚴重 何以顧世尊 如是功德皆由波羅蜜多 大為神力之手引寫 所以我們能夠拯救這靠波羅蜜多 引導你的布施度 境界度 忍怒度 精進度 禪定度 波羅度 都引導你這個 所以功德深廣 無量無邊 佛設立如由諸功德所欣修故 所以諸位你們如果 以士徒弟啦 我輸的屁 如果你要看看某個老老上用功修行 有沒有設立子 你應該在日常生活先問他 有沒有波羅蜜多的欣修 如果沒有波羅蜜多的欣修 你也不要再妄想某某 大德 包括你在內 你以後也是被人家稱大德之一 你看老居士 一樣啊 你一樣被人家稱讚 那我們要看看他有沒有設立 那就在日常生活 他有沒有波羅蜜多的欣修 如果沒有波羅蜜多的欣修 有因必有果你就不用問太多了 我們設立子並不是以你修行的 芥辣高低來認定的 聽得懂 你的芥辣高低裡面都含 要含有三乳肉血才有那個設立子 聽得懂 所以我們很多懷忽都不理解法義 以為某某有名氣的大德佛話 我們都要去看設立子 沒有啦 因為日常生活 他們就跟波羅蜜多不相應 都跟那個那個三獨五蓋在相應 怎麼會喔 這個都不用去看 不用去看 火化長一看也都已經算出來了 聽得懂 你要記住 因為波羅蜜多那麼多 就是降伏你的五蓋 所以大家都不了解這個陰 因為陰 然後胡思亂想 然後說我看到很多瑞相 某一個大德走了以後 我們到火化長去 結果旁邊有那些的外環圍的人 是你有看到頭腳都穿那個嗎 我說有都絕頭 都在垃圾啊 灰塵啊 沒有啦 那不是灰塵耶 那都連灰耶 喔 我跟他說你收音怎麼會 降伏這麼好 我幫你扒一下好不好 我跟擋一下看看 黏一下 捏一下黏一下看看 看你壓還有嗎 你看你們環圍的人就是外環圍 注意記住喔 佛設立爐 你今天要有設立子可以啊 那你就是這理君佛獎 這又不是我某某人講的 佛設立爐 佛頭的設立爐 由諸功德所心修故 佛內盤後堪受一切 四天天人歐修羅等供養恭敬 尊重讚嘆 因為他才有資格浪費人家讚嘆 我們要讚嘆幹嘛 要跟佛一樣 以後跟聖身剝裸剝裸都打成一片 聽得懂嗎 富翅世尊 佛設立爐啊你看喔 有設立子的來源喔 所以我們讀的這一段大家已經 不要再停留外環圍的好奇心 某某大德走的火話一定有設立子 我們內行的人已經在日常生活 跟某某大德共處在一起 已經心裡有數哪有可能 聽得懂啊 然後如果有可能 那個一敲就脆了 摸了一就脆了 這個講 你看喔 佛設立爐是極妖 圓滿最盛清淨 波羅波羅蜜多 乃至不思波羅波羅蜜多 你今天要得到設立子可以 請問在因地的時候 這個修行者有沒有具備這樣的 功課的程度進步 聽得懂啊 你要記住喔 內空乃至無性之心空 是念住乃至廣收 是念住廣收乃至十八佛不共法 一切之道將之一切相之 大慈大悲大喜大慈 無妄施法 你看恆住舍信 所以下面這幾個字送給你自己吧 如果你今天要設立子 你先問問你自己 有沒有做到 永斷煩惱習氣相氣 即以無量無邊佛法所依氣故 我們看前半段就好了 永斷煩惱習氣 你今天還要妄想你有設立 那平常煩惱忘練都很多 你還要有設立 聽得不可能的 好 永斷煩惱習氣相氣 即以無量無邊佛法所依氣故 所以大家聽經無法 要腦筋要清醒一下 不要再停留外反會的迷信 聽得懂啊 迷思自己 佛內盤佛看受一切 因為佛 因為他已經斷掉了 永斷煩惱相敘的習氣 所以才有資格讓一切的人 跟天來恭敬你 因為我仁天的人做不到 做不到煩惱習氣永斷 我做不到 但是你做得到我當然就是 讚嘆你啊 所以才說 堪受一切天人 欧修羅等供養恭敬尊重談談 所以佛內盤佛 為什麼人家會恭敬那個佛的設立 就是這個原因 因為你做得到我做不到 是真佛設立羅 你看喔 下面又講了設立子 設立羅 是極圓滿最盛清淨功德珍寶波羅蜜 守依氣故 堪受一切世間天人欧修羅等供養恭敬尊重談談 所以才有資格讓所有的十方的天人欧修羅 連欧修羅都恭敬你等喔 等了都一樣恭敬 世尊 佛設立羅是極圓滿最盛清淨無懶無盡無生無昧 慢慢就要講 所以你要達到有設立羅 這些法義的法理你要有做到才有 所以你不用再去問 今天某某大德好像你們以後死掉以後 研究以後你們問你自己有沒有設立 那你就問問說你有沒有做到這些 再來問說有沒有設立 如果沒有做到你不要妄想 你不要以為說我借那已經六十大那 我畫起來一定有設立 不可能的事情 大家要記住喔 因為這裡佛都已經跟你講 具備設立羅的那個條件是什麼 無懶無盡無生無昧 只能問懶跟盡你會不會直走 這個生跟昧的因緣法 在你的眼前你會不會直走 所以你們要記住 無懶無盡無生無昧 無怒無粗無真無謙 無來無去無動無止 要記住喔 染跟盡是因緣法 是不是因緣法 然後生跟昧是不是因緣法 是啊 然後怒不出生跟減來跟去 動跟子 動就是動態嘛 啊子就是靜態嘛 請問你在這個因緣相的這些的對立邊 你有沒有自我訓練到 應無所助我生其心 如果沒有訓練到這樣 你不要想說你有設立子啦 聽得懂嗎 有設立如啦 不可能的 你看喔 你要有設立如可以啊 那你在日常生活自己截觀 六根一道六成的時候 請問六根一道六成 你會不會遇到染靜的陰緣 生魅的陰緣 怒出的陰緣 增減的陰緣 來去的陰緣 動跟子的陰緣 會不會 會 請問你有沒有起心動呢 有啊 啊有你還要妄想你有設立喔 你根本不用去燒啊 聽得懂 不用去燒就知道答案了啦 聽得懂啊 絕對是沒有的啦 也不用去在那邊等啦 都不用 只有一股白灰啦 那個囊頭一敲就脆掉了啦 就沒有了啦 不可能的 所以諸葛妮 我們很多凡乎的眾生 就是沒有聽經文法 聽得懂 我們這個內行呢 在旁邊也不好意思說 聽得懂 已經知道啊 因為這個經 這個又不是我講的 這個經典就已經明白 你要有設立子可以啊 那你請問 這個染跟進的陰緣 人家在你的面前啊 那個沒有掃地 那個染屋 或者有掃地親近 你看你一到親近喔 的陰影像者 你就好高興 請問好高興有沒有著想 有 人家如果沒有掃地怎麼那麼湊 你就生氣 你看到染屋你就生氣 請問你有沒有著想 有啊 你怎麼做到無覽無盡 你做不到啊 聽得懂啊 做不到啊 不做不到你還要有設立子 你太妄想了吧 聽得懂 所以要有設立子可以啊 那你現在佛陀跟你講 染跟進 所以主要你們要記住 無染無進無生無昧 這個都不是抽象的語句 這個都是陰緣相 聽得懂 染就是陰緣相 進也是陰緣相 生也是陰緣相 媚也是陰緣相 要記住喔 你不要把它抽象的理解 然後坐在那邊妄想 妄想那個境界 有一個境界就是 沒有染沒有進的境界 有一種境界我要求到 沒有生沒有魅的境界 坐在那邊忽視亂想 聽得懂啊 不是 我們講的這個 染進生魅增減怒出來去動止 這個就是陰緣相 聽得懂這一次嗎 你看我們 我們下課要去坐地鐵 要坐火車 你看我們要不要動跟止 我們要啊 我們要坐 要坐車子 所以我要走路到那個 那個捷運站 地鐵站 這個就動啊 坐在那邊等車就是止啊 有沒有 我們是不是遇到了動跟止的陰緣相 有啊你會不會生氣 你會不會高興 聽得懂嗎 如果你遇到的這些陰緣相的 這個對立編出來 你這個修行人要自我截觀 會不會找這些的陰緣相 而且高興不高興 而且生氣不生氣 我們佛法齁 其實沒有什麼特別的境界 都要記住 我們的最好的境界 就是在日常生活看到 你會不會容易遇到境界高興 遇到不順你的境界 就生氣 就是這樣子而已啊 以前我在外環衛參學的時候 我還不懂佛法 真的還不懂波羅波密東 然後可是我後來去參學 總是有一個心得 奇怪某個道長都說他修得很好 可是那個道長為什麼 那個三獨五蓋還沒有化解 還那麼嚴重呢 然後嫉妒心啊 貪欲蓋稱慧心啊 然後巴結心啊 巴結 因為巴結最嚴重 那麼都還有那麼嚴重的這些世俗地 那怎麼這個道長會叫做政法呢 你看以前我還不懂佛法 我各地參學啊 他都被那個那個 你叫什麼名字 他叫什麼名字 我都忘掉了 你叫什麼 某甲某椅好了啦 某甲某椅跟我推進 某個道長那個擅自自由 多厲害多厲害 後來我才知道 原來多厲害是外公多厲害 可是當清淨以後才知道 品性道德不厲害 什麼叫品性道德 貪生吃賣魚很嚴重 聽得懂啊 很嚴重喔 然後團體裡面 為什麼要示威很多 我後來就知道 因為帶頭的人 弄出來的結果 聽得懂 都在土地啊 弟子面前互相批評 然後跟人家指名道姓 聽得懂啊 那你當然這個團體已經都是 落在示威裡面打轉啊 那你怎麼會做到菠蘿菠蘿都圓滿 你看喔 你怎麼會做到無視無悔 做不到 無出無入 然後呢 無增無減 你要記住喔 我們這些的無染無淨 那個染跟淨是因緣相 然後呢 生跟昧 怒出增減來去 這個叫因緣相 我們在這個不同的因緣相裡面 我們自我截觀 會不會露入這些 對立的因緣相裡面 早有邊早無邊 因為早有邊一定高興嘛 早有邊一定不高興啊 生氣嘛 所以大家一定要記住 然後呢 我們在此跟彼 的當中 你跟弘耀好啊 我特別照顧你 哇 你就有此跟彼了 那這個就不叫菠蘿菠蘿蜜多了 聽得懂 大家一定要記住 要無恥無比 為什麼 因為大家 都是五運皆空 都是五運的一分子 五運哪有分男中女中 有分年齡嗎 有分那個小孩子嗎 請問五運有分這個嗎 沒有分這個啊 你既然被教育說要培養五運皆空 平等的接納一切法 都是平等對待 這個才平等 這個才叫做五運皆空啊 所以大家要用這樣的教育自己 然後 所以我們才說 無恥無比 菠蘿菠蘿蜜多 所依氣固 也就是說菠蘿菠蘿蜜多 到底要靠什麼 就是前面的這些因緣相 的對立邊多要超越 染境要超越 生命要超越 怒出要超越 增減要超越 來去要超越 一定要記住 動止要超越 你在打坐人家在旁邊講話 你剛好訓練菠蘿菠蘿蜜多 你不能 你在打坐 旁邊人家講話 你馬上跟人家吵架 你換規矩 你趕快去貴鄉 請問他去貴鄉的 你坐到那邊還是心亂 為什麼 因為那個直走在了 你聽得懂 不然你試試看 你在打坐 我在旁邊跟你吵 你罵我 默默的你不要吵 結果我聽你的話 我就不吵 可是你在那邊坐 就是那個影子一直出來 為什麼我似乎會講這個例子 因為我已經試過了 默默的我在打坐你在吵什麼 你在講話講什麼 結果他被你凶一凶他離開了 結果你坐在那邊 一個小時 剛才跟人家罵了那個乙句 都一直重附線 累得要命 這個真的我的師父的經驗 我真的講的不是 只是編故事 不然你試試看 你可以試試看 我叫你要守規矩 你都不守規矩 好 這個話講出來 好 你現在打坐 那個影像 一直重現一直重現 我的累得要命 我才知道 哇 連這個都不能起心動念 連呵斥人家說 不要吵鬧要安靜 你等一下打坐 那些的寵物的念頭 因為你就全部都跑出來 聽得懂 你看因為為什麼我們會這樣子 因為我們記著有編 有編 聽得懂 我們叫人家不講話 這個記著有編 以為我叫人家不講話 這個有效果 其實有效果 我對方被你罵了 離開了 可是你在那邊打坐 為了那一計畫付出代價 你要知道 這個我都試過了 我都試過 哇 怎麼那麼嚴重 我們那個執走 哇 太嚴重了 所以這個就是從用功裡面 截觀力 然後培養自己 好 以後我就要訓練 打到說他在旁邊講話 我就不跟一生了 我還是 纏作我的音言吧 欸 這樣反而定得下來 聽得懂嗎 聽得懂嗎 聽得懂 好 佛內盤佛也就是說 無恥無比 波洛波洛密多 所依氣故 所以大家一定要記住 你要達到 波洛波洛密多 一定要記住 對立邊的二眼 你要如何突破它 不著二邊 這個叫波洛波洛密多 一定要記住 波洛波洛密多 所依氣故 因為我們前面已經講 能夠有真的達到佛的設立 那佛的等級就更不用說了 他一定是圓滿聖身 波洛波洛密多 好 然後佛內盤佛堪受一切 世間天人欧修羅等供養 恭敬尊重讚嘆 互至世尊 至滿三千大千 世界佛設立羅 夾使充滿十方各爐 慶且殺 戒內佛設立羅 以為一分 以為一分 然後呢 書寫如是 聖身波洛波密多 互為一分 也就是說 後面我們就設立子跟波洛波密多 來比較 因為設立羅 一定是成就的人了 那我們現在是因地的修行者 我們可以讚嘆 撐陽讚嘆設立羅的無肉功德 可是我們還沒做到 可是我們今天要做到可以 我們要努力努力下功夫 安住在什麼 安住在聖身波洛波洛密多 聽得懂嗎 所以說書寫如是聖身波洛波洛密多 互為一分 此二分中我亦臨起 你看 你看我亦臨起如是波洛波密多 為什麼 因為我剛才講 因為設立羅已經是成就的人的 那種 親近供養品 可是我們是因地 我們一輩子一直讚嘆人家的設立子 可是我們還沒成就 也沒什麼意義 聽得懂 我們要的是什麼 因為我們都知道 原來培養設立羅的人一定要把波洛波密多圓滿 那我今天做一個修行者 我應該 我的下走處不是設立羅 聽得懂 我不是供養那個設立羅 供養設立羅隨眼 有就可以沒有也無所謂 聽得懂 因為我們看到很多大道長供養設立羅 我看到大道長也沒有成就 也沒有成就甚深波洛波洛波密多 也都沒有 聽得懂 所以主要已就 此二分中你看 這兩我亦臨起如是波洛波洛波密多 你波洛波密多是 因為設立羅是國 波洛波是因 所以你要得到這個因的過程 何以故呢是真 一切如來因正等劫 諸設立羅皆因如是聖身波洛波洛波密多而得生 所以我們讚嘆十方諸佛的設立羅 我們要讚嘆不需要嫉妒 但是要把設立羅栽培培養成功 要靠聖身波洛波洛波密多 聽得懂嗎 好 皆有如是你看 皆有如是聖身波洛波洛波密多所熏修故 你的設立羅來源是什麼 就是這個波洛波密多跟你熏修的關係 皆為如是聖身波洛波洛波密多所依氣故 所以諸位記住 你今天要斷你的三十五概的執著 要靠聖身波洛波洛波密多 聽得懂嗎 不是靠數字遊戲 不是在靠外環位 外環位每天拜多少 拜練多少佛號聖號 已經不是靠這個了 因為為什麼我要跟大家提醒這個 因為大家要進步了 所以我們就不能再一直教育大家 某某人你用功今天拜舉拜 你某某人你今天用功 你這個佛號練舉身 我們已經不能再這樣子的 聽得懂 以前的過程我們走過了 可是我們現在幹嘛 往聖身波洛波洛波洛密多 這一條路去提升 為什麼 主要記住 凡我們所稱仰的聖號 每一個聖號那個佛的名字 每一個人都具備 聖身波洛波洛密多的圓滿 今天才有那個聖號 聽得懂這意思嗎 你要稱那麼阿彌陀佛 那麼觀世音菩薩 那麼大師事菩薩 文術菩薩也都一樣喔 他們都具備聖身波洛波洛密多的程度 今天才有那個名號 聽得懂這意思嗎 一定有 這個以後我們後面都會講到 所以皆為如是聖身波洛波洛密多 所依氣故 堪受一切天龍要差 錢塔伯歐斯羅 絕路土錦納羅 魔波羅且人非人等供養恭敬 尊重讚嘆 世尊 若三男子三女人等供養恭敬尊重讚嘆 設立若天上人中受諸福樂 無有窮盡 你看你供養設立若 你有沒有功德可以啊 我們跑那麼遠到印度朝聖 也都是為了要升天而已 所以你要記住 我們在那個增壓喊那個喊 說你如果到佛的那個八大聖地 以前是講四大聖地或八大聖地 你以後啊 靈命中子你可以跑到這個人天的果報 我說人天果報還環繞一大堆 跑到人天果報幹嘛 也沒什麼意義啊 聽得懂啊 我們今天要解脫的人不能以那個人天果報以為就很厲害 像不解脫的人 人天果報他們需求很厭望 我們隨時功德讚嘆 因為他不想解脫嘛 因為人天果報都還是環繞眾生而已啊 可是你他可以朝聖八大聖地有這樣的 人天的福報 可是那個叫福報喔 聽得懂啊 那個沒有斷環繞 那個執著還在喔 所以你看佛頭為什麼會跟你用比較 這奢利樓很殊勝沒錯 但是奢利樓奢利子來跟波羅波密多比較 你要選擇哪一個 因為我們都知道奢利樓一定是 成就聖身波羅波羅密多聖者的奢利樓 你今天要有奢利樓可以啊 那請你們犧牲一下 把身見我見幾件拿掉 然後來修學聖身波羅波羅密多 聽得懂啊 你要有聖身波羅你今天才有 所以你嚮往人家朝聖跑那麼遠去看 那個奢利子看到佛的話 其實佛也不希望你去看他啦 因為他希望你喔 能夠有聖身波羅波羅密多的栽培 這個比較重要 所以才會說這一品都在比較 就是說比較說 奢利樓跟聖身波羅波羅密多 哪一個會比較好 當然就是聖身波羅波羅密多 因為安住在聖身波羅波羅密多的修經者 將來會有奢利樓 聽得懂啊 如果你都不願聖身波羅密多 你每天在那個佛塔裡面拜拜拜拜 你拜一輩子你也無法得到聖身波羅波羅密多的教育 聽得懂啊 你以後還是人天福報而已 聽得懂 早有嘛 因為你一直拜塔拜塔嘛 有沒有恭敬心 有 我們不否定 但是你看這一品裡面 真的跟你刷下來 所以這一品一般人真的 也不大願意敢講 為什麼 聽得懂 聽得懂 因為他第一個都你看 都互相比較 你看你書寫波羅波羅密多 然後再來你供養那個聖利樓為一分 此二分中我一領起什麼 如是聖身波羅密多而得身 聽得懂這一次 所以大家聽到我這一句話 大家下課不要罵我 因為這是經典寫的 白子也是寫的 我只是訴說者 皆有如是 所以要記住喔 因為佛陀何以故世尊 一切如來因正等節 主要記住 如來因正等節 包括聖利樓 皆因如是聖身波羅波羅密多而得身故 你看如來跟佛的那個聖利樓 從哪裡來 從聖身波羅波羅密多 皆有如是聖身波羅波羅密多所心修故 看受一切天龍要有差天龍要有差見大佛 我輸了折入土呢 然後錦那路呢 謀呼露且人為人等 供養恭敬尊重淡壇 世尊 佛色利樓 天上人中受諸福樂無有窮盡 你看喔 供養 難怪很多人為曹聖就是為了這一計畫 幹嘛 天上人中受諸福樂無有窮盡 聽得懂嗎 你供養佛的色利樓 然後呢 然後人中所謂差地利大族 你將來就是人中天上的那個富貴人家 波羅門大族 長者大族 基數大族 天上所謂是大王仲天 乃是他化自在天 皆有如是 殊聖善根至最後生得盡古祭 也就是說我們如果尊重佛色利 那我們一定會追問 譬如說我跑老遠去朝聖 那我慢慢就會理解 請問我某某朝聖的用意幹嘛 聽得懂 我的朝聖用意就是希望仰慕 我將來我某某修盡的 能夠跟釋迦摩尼佛平起平坐 這是我朝聖的用意 我並不是朝聖是希望 釋迦摩尼佛給我一度的平安 然後財務的豐盛 我不是要這個 我希望能夠將來像釋迦摩尼佛以後 把我劍我職斷掉 身劍給他斷掉 而且這個才是我朝聖的用意 世尊 若三男子善女人等 以此剝落剝弄蜜蜜 都自心聽聞受此讀宋書寫解說 如理思維 由此剝落剝弄蜜蜜都素得也滿 所以只要你有耐心 照佛陀所講 自心聽聞 乃至如理思維 尤其如理思維是個字最重要 然後呢 如是菠蘿菠蘿蜜都得也滿故 互令盡力菠蘿蜜都 因為你菠蘿菠蘿蜜都圓滿 前面五度就會圓滿了 所以你看 互令盡力菠蘿蜜都乃至布施菠蘿蜜都 四念住乃至 廣收乃至 十八佛不共瓦一得也滿 如此富能超 身文地止獨解地 因為也就是說 身文地跟之類的 對菠蘿菠蘿都還沒有深刻的那個栽培 那我們如果有辦法的話就安住 然後安住以後我們就做到什麼 正怒菩薩正性離身 因為離身對一切身不會再去指有邊 或者指無邊 有邊也不生 無邊也不生 聽得懂嗎 這個就是正性的離身 正性兩個字 其實它是在告訴你 正性兩個字就是含菠蘿菠蘿蜜都 聖聲菠蘿菠蘿蜜都 也就是說菠蘿菠蘿蜜都才可以摘別你 對一切法德無聲的境界 無聲的境界 然後佛得菩薩殊聖神通 趁此神通由諸佛徒 從一佛果供養 恭敬諸佛世尊 成所有情 嚴盡佛徒 醉盛思厭受種種生 為義勞益諸有請故 或作轉輪王 或作以小王 或作插地利 或作菠蘿門 或作菠蘿門 或作天地士 或作放王 或作餘類 對 利益安樂無量友情 也就是說我們得到菠蘿蜜都 那你在哪一個果報裡面投胎 都是為了要弘揚聖聲菠蘿蜜都 所以做哪一個身份都沒關係 這樣懂嗎 都沒關係 因為你幹嘛 你就是為了要利益安樂無量友情 師父是尊 我以諸佛摄利羅手 揮不遜受 揮不心樂 供養恭敬 尊重嘆嘆 難以如是聖真波羅波密多 供養恭敬尊重嘆嘆 我意思這裡怕大家會誤會 其實我對攝利子並不是不恭敬 其實我一樣恭敬 我知道攝利子 攝利佛他從哪裡來 他是從聖真波羅波羅密多 被栽培出來的 聽得到 因為他已經是果 所以我們這邊就跟你講 我以諸佛摄利羅 我前面會跟 這個攝利子跟波羅波羅密多來比較 那我的比較並不是說 我不恭敬攝利羅 聽得到 會不信受 會不心樂 供養恭敬尊重嘆嘆 因為我後來已經知道 難以如是聖真波羅波羅密多 供養恭敬尊重嘆嘆 所獲功德甚多與比 你看喔 注意記住 這聖真波羅波羅密多的比較 跟攝利羅的比較 聽得到 然後由此因言 我亦臨起聖真波羅波羅密多 所以大家 大家也要在波羅波羅密多去轉化 然後幫助你破身見 我們 拜託拜託大家 不要只停留在前面所說的 聽聞讀誦然後就停住了 因為我這一輩子有讀誦波羅波密多 有聽聞讀誦波羅波密多 我的功德已經無量了 其實還沒有功德無量 你只是種下了一個 粗淺的善根而已 至尊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供養恭敬尊重讚嘆如是 波羅波羅密多 我則為增長一切 你看喔 你如果能夠願意 自我栽培在聖真波羅波羅密多的架構下來 栽培你自己 你看 則為增長一切佛法 依為色受四出世間互樂自在 如是以為恭敬恭養尊重讚嘆佛色力 這樣就等於恭敬恭敬恭敬讚嘆色力了 互至世尊 若有意得常見十方無量無數無邊世界 一切如來因正等結色身法身 當以如是聖真波羅波羅密多 所以大家記住喔 你要供養這個所謂 我們後來的很多大德的金剛不壞身 包括佛陀的佛身 你看喔 整正結的色身跟法身 因為整正結的色身跟法身 它為什麼會有這個 因為它是從波羅波羅密多栽培出來的 所以才會跟你講 當以如是聖真波羅波羅密多 至今丁魂受子獨重 精情修學如理思惟書學解收廣令靈部 筆見十方無量無數無邊世界 一切如來因正等結 二種身故 你看喔 你得到了色身跟法身 所以記住 二種身是前面的色身跟法身 然後呢 賤修 波羅波羅密多树令也滿 然後呢 事實應以法性修時觀佛隨念 就是我們用聖聖波羅波羅密多的法性 來觀佛隨念 這個法性喔 好 這個下面這個畫起來 什麼叫做法性 因為我們大部分都有知道這個名項 佛隨詞典一樣有寫這個法性兩個字的名項 你們一查就知道 那我們今天回頭過來 看波羅波羅密多經裡面首講的 什麼叫法性呢 這個法性就是沒有辦法 為什麼叫性 因為它不改變 對 在以前我們的珍藏唯心系是說 你今天要努力用功喔 然後你要修一個清淨法性的那個結果正樣出來 可是我們現在的這個法性不是這樣解釋喔 我們現在的法性從炎啟法 從聖聖波羅波羅密多來解釋法性兩個字 所以我們有分有為法性無為法性 什麼叫做法性 也就是說有為法性就是說 反正所有的有為的法性 它一定是生命現象是生老病死 精神現象是生住一命 我們物質的現象物理的現象沉住壞空 這個就是法性 就要記住喔 你今天喔 從出生到現在六七十歲會老 這個就是老法性 聽到喔 因為你從嬰兒開始 嬰兒法性 然後慢慢來成長成長 為什麼會變異 所以我們所有的法性啊 只有含兩個字 含兩個字你要叫做無常便異都可以 聽得懂 因為這個是大家要接受 聽得懂 無常法性要不要接受 要啊 變異法性要不要接受 要啊 聽得懂 所以我們講的這個法性是在講這個喔 不是用功努力 閉關三年三十年看到有一個法性出來 境界不是 聽得懂 是在跟你講喔 所以叫做有為無為 聽得懂 那什麼叫有為呢 反正有所造作 我們都叫做有為法性 你看我們的肉體從被媽媽生出來以後 我們就開始啊 過著什麼生活 生魅變異的陰眼 所以我們從嬰兒一直到現在已經六七十歲了 為什麼 這是變異的陰眼 聽得懂這意思嗎 你已經變得 那這種變異的陰眼我們都叫做有為 聽得懂啊 有為的法性 那無為的法性是在有為的陰眼的變異當中 不注意切法 我們才叫無為 因為我已經 我了解無為法性的人 我已經不會再起好奇心 這個人怎麼講話有禮貌或者沒禮貌 你不會起心動念有這個念度起來 這個叫做無為法性 我們遇到了有禮貌的陰眼我們接受 遇到沒有禮貌的陰眼也接受 這個才說你這個修學人自己摘無為法性 我們不會再計較人家對你恭敬不恭敬 你看我們很多的修學久的人都很喜歡人家恭敬 如果人家對他不恭敬或者講話不禮貌 他就悶悶不樂了 這個就叫做 叫做什麼 有落 聽得懂嗎 有落法性 有煩惱 我們今天學佛就是要自己摘 有為法性無為法性 有為的法性一定會變異 聽得懂嗎 你一定要接受變異 變異就是我們現在所講的無常性 變異性 然後再來進入無我性 然後再來叫做清淨的平等空性 聽得懂嗎 我們是這樣子栽培自己 所以法性有惡 有為 惡則無為 無為就是我已經接納所有的陰眼相 我不需要再胡思亂講去找答案 所以我不會在有為的當中裡面起那個特意造作的 所以我就融入陰眼的生命 你看我們每天假如能夠接受這個無為法性 諸位你看我們每天晚上我們累的就要睡覺 第二天就自然起床 這個是叫做什麼 叫無為法性 聽得懂 起床就起床 聽得懂 你要睡到幾點也沒關係 隨你的肉體的陰眼 你都不會說睡多或者睡少 睡多我們自責自己 睡少你看我今天少睡比你少一個小時 你看我多用功 這個就不叫無為法性 聽得懂 這個叫有肉 聽得有肉 我們講無為就是隨那個延起 你的身體的年齡可以接納 晚上可以睡幾小時 你就是接納就好 接納當中不要有高興不高興 所以我們一定要回光環上 任何陰眼一定教育你自己 剛好教育你 人家對你禮貌不禮貌 那我們當下看我們會不會生起高興不高興 如果我們都不生起高興不高興 那我們就做到無為法性 無為無漏法性 聽得懂嗎 無為法性的 這個就是我們今天要記住 法性有惡 一則有惟 二則無惟 此中何謂有違法 然後我們有違法裡面開始磨練 我們剛才講的 剝落法會裡面的有違法性開始 從哪裡栽培你 為內空智乃智 無性智心空智 智就是節照清楚叫智 智並不是聰明 反應能力快 聽得懂嗎 不過我告訴諸位 我們以佛法來講 如果你了解波多波密多能夠切入 你的反應真的很快 為什麼 因為你不注意切法 所以反應很快 假如你有注意切法 你還要經過思考 想一下 這時候叫做有違 有落 聽得懂嗎 那如果我們不注意切法的時候 人家問你什麼 你雖然不要再動念了 就自然而然 因為為什麼 你的回答都是配合 這個所謂有違法性跟無違法性 你就自然而然就配合了 所以這裡就跟你講 什麼叫有違法 也就是說有違 我們在佛法裡面裡面 你要從十八空裡面摘平你 什麼叫空 清淨平等叫空 不是空 是斷媚間的空 沒有叫空 我要修到我的內空全部都沒有了 沒有 是告訴你什麼叫內空外空 內空就是你對你的 言而比舍身意的結照 言而比舍身的結照 這個六種等分的當中 你都能夠摘平你自己清淨平等 什麼叫清淨平等 就是沒有那個好跟壞的執著 對跟錯的執著 大跟小的執著 你就是法爾如是間 順境我也法爾如是間 逆境我也法爾如是間 這時候我們才叫做內空外空 空空大空乃至無性自信空 我們的空是清淨平等的意思 那前面的內外 內外或者大空有為空無為 那個是陰影法 聽得懂嗎 內空就是內在的陰影法 就是內六根或者內的 六根裡面的陰影你去便宜看看 你會不會起心動內 如果我都不會起心動內 那我就內空圓滿 聽得懂嗎 內空就是我們的所講的 言而逼捨生意 聽得懂這意思 然後外內空就是色深相位處 你看到那個外在的境界色深相位處 你會不會還是安住清淨平等 如果你都安住清淨平等 這個是外空達到 這樣聽得懂 然後我們兩個都要達到平衡 所以叫內外空 內六根跟外六根都要達到 新淨平等 叫空的意思 因為達到空的人 他必須具備我們世俗力來P 就是度量要大 包容心要大 心量氣量度量亞量都要有 你才會達到空 聽得懂對不對 所以空就是包容一切 你看我們虛空不是包容一切嗎 你看你們家裡的那個廚餘把那個 把他倒在那個虛空虛空都跟你接納 也沒有虛空也沒有說不能到 有沒有 都沒有講這種話 他都跟你接納 你有好的境界給他 他也都跟你接納 可是當他虛空接納的時候 你看接納的時候他有沒有高興不高興 沒有 所以你看你要用空修行 修到這樣子 修到以內空的等級 所以我們要說十八空 其實前面的內外內空外空 那個內或者外內外或者空空大空 那個是因緣相 聽得懂 但是空的字是輕輕變成是一樣 你要你要做到這樣子 所以才說內空字乃至無性自性空字 還是試念住字乃至八勝道字 因為我們跟大家講的這個字就清淨平等 就是節奏力 節觀力當下都要清淨平等 三解脫門字 佛實力字乃至十八佛不共法字 善非善法字 有記無記法字 有漏無漏法字 有違無違法字 世間出世間法字 雜染清淨法字 諸如是等無量門字 你看喔 這些都是什麼 這些說明叫做有違法性 所以才叫告訴諸位畫起來 以後你們就懂了什麼叫法性 什麼叫有違 此中何違無違法性 這個也畫起來 有違跟無違其實他們都一件事情 諸位你看喔 我們這雙我們不管左手右手 正面跟法面是不是都一樣熟 他們是一家人喔 我們在解說的時候說有這個 這個正面這個法面的熟 可是他們都一樣叫熟 我們有說有違跟無違 可是他們是一樣 聽得懂啊 所以才說 此中何違無違 無違法性為一切法 一切法在前面 剛才所講的 四念柱 哪至八聖道之乃至十八不共法 這些都包括在內喔 你這個修行人要栽培什麼 無生無昧 無柱無義 無懶無盡 無真無檢 無相無偽 諸法自信 諸法自信 諸法自信都是清淨平等法性 銀河名為諸法自信 諸法自信 所以才說這一段你們要畫起來記住 銀河名為諸法自信 為一切法無性自信 沒有 為什麼叫無性兩個字 因為會說到因緣變異 所以沒有固定的法性 你看我們的 我們來講木頭 光一個木頭可以在世俗力當中 可以做好多的那個樣狀的器具出來 有沒有形象出來 請問這個木頭是不是叫做無違法性 是 就是因為無違法性 所以一根的木頭 可以做椅子 可以做桌子 可以做房子 可以做任何的那個器具 你看它可以做 所以它叫做無違法性 所以你們呢 被人家讚嘆用功修行啊 讚嘆好更換你都要不注意心喔 如果你做到你就做到無違法性 如果做不到就是有漏 有煩惱啦 聽得到 人家在你面前說 你怎麼會受性 受到這句受到旁邊這樣 你看你聽得多難過 為什麼 這個有漏嘛 有漏的煩惱就生出來 所以主委你要記住啊 銀河名為諸法自性 為一切法無性自性 無性啊 不是不負責任斷見的無性喔 沒有固定的形象的自性 所以叫自無性 無性自性 如是說明為無違法性 這個叫無違法性 所以記住喔 不著一切有 所以叫做無違 聽得懂啊 然後一直把它保認 清淨無雜欄 那我們叫做清淨法性 好我們看大波羅 麥朵金的第二分 設立柔品第三十五 我們的營運本是四百七十四頁 我們呢 剛才上一段講的這一 這個法性有二 大家一定要把這一段 然後記住 然後往這一段手 這個文字剝落裡面啊 去把它做到觀照剝落 然後更提升做到實相剝落 我們不能啊 因為我們寫佛的人不能一輩子 一輩子就停留在那個文字剝落 就是停留這個文字相 講解啦 我都會跟人家講解 但是呢 這個解察力都很剝落 一到境界來 我們三都五概都冒出來了 這樣其實對自己 我們不要說對佛教界 對你個人的那個修 修為功德的道德品性 也沒有辦法增上 所以我們了解的這個 這個法性有二 然後有為跟無為 那我們理解以後 我們如何說 在所有的因緣相的出現當中 我們栽培自己 不找有邊無邊 不找斷見跟常見 我們不找並不是斷媚見 不是把它推翻 我只是不找 其實我們眼前所看到的一切人事蒂物 我不找而已 我並不是推翻人事蒂物 我不看你 我不聽你講話 那如果我們有遇到的這樣的修行人 這樣的說法 那這樣的修行人就墮入斷見 墮入斷見的 所以我們修學波羅波農密度 就是要自己自我教育 那個清淨平等法性 在你這個修行人的身上 身口一三月被看到 你也自己被觸到 被然後呢 一直栽培到這個無二的 二邊不找的境界 二邊不找不是 不是墮入斷見跟常見 我只是不找二邊 然後我栽培自己 永遠安住在一個 清淨法性的日常生活當中 也就是日常生活當中 都有你這個用功修行者 了解波羅波農密度的清淨法性 就是不找 我隨那個眼情 而時佛靠天地誓言 如是如是如如所說 你看所以說天地誓知道不知道 知道 我讀到這個道理 但是我們反乎也常常講 我的學歷越來越高 這個佛法裡面的經教我都會講 但是一到經界我都被打敗了 意思一樣了 所以他說天地誓 剛才講的波羅波農密度法性有二種 你知道不知道知道 但是都不願意做 不願意突破 聽得懂不會突破自己的執著 然後安住在有違法性無違法性 或者清淨平等法性 都自己不願意做 這個在修學佛道裡面就是蠻可惜 就是你一輩子就是停留一個 那個人天福報的善言 人天福報 所以說 耳時佛告天地誓言 因為天地誓前面報告 佛跟天地誓讚嘆 如是如是如如所說 喬世蕭過去未來現在諸佛皆一 都會記住喔 過去現在未來 所有十方諸佛想要成等正結 要過這一關 聽得懂嗎 你往生的他方國土啊 你還沒有成等正結喔 所以可是你在他方國土啊 你去往生的那邊 你要成等正結 你也要經過聖身波羅波農密度這一關 一樣的 一樣的 所以 這一波羅波農密度 以正當正現正 你看喔 以正當正現正 以正是過去的佛 現在的佛 未來的佛 當正的未來 現正就是現在 然後 不至於未來現在 諸佛生文地 這一波羅波羅密度 以得當得現得 你看喔 以得當得 也就是我們得到下面 以得現得當得的這個 那個 一流國呢 一來不返歐羅漢國 過去未來現在 獨解皆以波羅波羅密度 你看我們過去也是一樣 過去的那些的 生文獨解 然後呢 以當現 就是以得當得現得 然後呢正 這裡就是 以正當正現正 獨解補體 何以故呢 喬治家獨是 波羅波羅密度 密密藏中 廣說三聖相應之法 所以我們理解這一段 以後就知道 今天我們的人天聖 或者生文聖 或者什麼聖 裡面其實都含 波羅波羅密度 只不過你 有沒有願意被教育 假如你的我職很重 不願意被教育 那就沒辦法了 聽得懂嗎 就沒辦法 所以 喬治家獨是 波羅波羅密度 密密藏中 廣說三聖相應法固 難此所說 以無所得為何方便 然後我們為什麼講這個 我們還是安住無所得 因為有無所得的時候 你才有辦法承擔症結 如果你有所得 那你這一身邪佛 好像我們有所得 我這一身邪佛 就停論到國小畢業 初中畢業高中畢業 我也不想得到博士畢業 這就有所得 所以要記住 我們波羅波羅密度 都要栽培每一個 不管男重女重 不管其中弟子 我們都要栽培進入 所謂無上正等補體 可是要得到無上正等補體 你必須要經過聖身波羅波羅密度 這個路程的考核 聽得懂嗎 你要經過 因為你都要發驗成冷症結 你看大家以前三歸一的時候 都有發四紅試驗 是不是要成等症結 活到無上試驗層 只有你有沒有發過 有啊 不管那時候懂不懂 總算有發的 你發的時候你要心理準備 因為你要投資把我質 煩惱供養出來 聽得懂嗎 你的我質煩惱沒有供養出來 沒有拿出來之後 你哪裡有辦法成等症結 聽得懂嗎 因為為什麼 因為我們佛法的成就 跟世間法的成就不一樣 世間法的成就 是敏跟利雙收 他一直要有公法的成就 所以他的世間法人所說的 所以我們說 某某大企業家 他好成就 為什麼 他一千億的財產 我們凡乎把這個有為的 當作一千億當作叫做成就 你賺了很多錢 你有很多能力我們叫成就 可是我們佛法是什麼 無所得 無為無助 無生無昧 我們叫成就 我們不一樣 我們要捨掉自己的煩惱直走 捨掉自己的我見 捨掉自己的身見 我們才可以叫成就 你的芥辣越高 你的血佛之力越高 你要越無我你才叫成就 如果我今天是一個大和尚老和尚 我的見他依靠 我越來越我慢 那我不叫成就 聽得懂嗎 我越來沒有辦法跟所有的 一切的繁乎眾生打成一片 然後親近平等 我不能叫成就 我還以老賣老 還以老賣老那種習氣在 那個不叫成就 聽得懂嗎 成就的人他這些的世間的習氣 他算算沒有完全改掉 他也會越來越減少 聽得懂 要越來越減少才對 為什麼 因為我們以無所得為方便 我們不是有所得 要記住 我們現在讀大菠洛經不是看別人 希望看你自己 你學大菠洛經以後 有沒有在你的身上裡面 看到那個菠洛菠洛蜜多的那個影子 聽得懂嗎 有沒有影子 你不要去在意人家對你公盡不公盡 這個才叫菠洛菠洛蜜多 你對我不公盡以後 我不再見你了 這個怎麼叫菠洛菠洛蜜多 這跟繁乎的眾生在對立 你就是繁惱的眾生 聽得懂 一定要記住 南齒守守以無所得為方便故 無性無相為方便 沒有固定的性 因為性跟相會變異 所以叫做無性無相 沒有固定的相 無性為方便故 無生無媚為方便故 無染無淨為方便故 你看喔 我們這些的性向生媚染靜 為方便故 因為我們剛才講 性向生媚染靜 這個是英靈法 聽得懂嗎 來 模念你 然後無造無咒為方便 假如我們學菠洛菠洛蜜多 還要在意很多人 要恭敬你 你才要出來獎金說完 你還要 才要出來怎樣怎樣 跟人家談條件 那這個就不叫 聖神菠洛菠洛蜜多的行者了 那個都是人天福報的修行人而已 他不是聖神菠洛菠洛�多 聖神菠洛菠洛�多沒有去在意人家 對你的那個禮貌不禮貌 他不會去在意這個 聽得懂 為什麼 因為你要自我栽培什麼 無造無作為方便故 無怒無出為方便故 這一段也都要畫起來 都要告訴 因為最少我們不要去觀察別人 我們觀察自己 我們有沒有慢慢進入這樣的 所謂無造無作為方便故 所謂無造無作無生無昧 聽得懂嗎 我們讀菠洛經典都不是拿來對照別人 我們是拿來對照自己 當然我們也希望我們對照自己以後 影響到別人 就像佛陀成就以後 影響到很多的大帝子 一樣的道理 就是你達到菠洛波陀 所以 無懶無盡為方便故 無造無作為方便故 無怒無諸為方便故 無真無檢為方便故 無起無捨為方便故 無如是所說 皆由世屬非聖意說 我們今天 在你還沒有在這個 有無二邊成就以後 我們要教育你 所以叫世屬說 如果你被教育說的話 你被教育成功以後 我們就安住無肉 無偽的聖意 聽得懂嗎 所以我們今天雖然 文字剝落裡面有講這些 無所得為方便 無性無相乃至無真無檢 這個世屬地的文字剝落 這個是教育用的工具而已 但是你要真的要靠節肢力做到 檢查力做到 生檢的陰眼你碰到了 怒跟粗的陰眼你碰到了 然後生根妹的陰眼你碰到了 人家對你禮貌不禮貌的陰眼碰到了 也就是染跟禁或者呢 照跟做 這些對你禮貌不禮貌 這個就是照跟做 就是你會不會去在意他 你如果會在意他計較他的話 那以後你對我不禮貌以後 我也不跟你打招呼 這個就是有照有做 這個就不是菠蘿菠蘿蜜多 聽得懂這意思 而且你不能還有胰蓋胰心病 所以無起無捨為方便故 為什麼叫方便 就是在前面的這些對立的染鏡 取捨 然後增檢當中的陰眼相裡面 去截知他 截觀他 所以菠蘿菠蘿蜜都沒有功法 沒有像外凡位 外凡位的功法是說你一天要拜 練多少佛號作儀 這個是外凡位 聽得懂 像藏傳的四家型那個都是外凡位 聽那個都外凡位 一樣的我們漢傳也是一樣 你還有數字遊戲在教育的話 都叫外凡位 可是我們從外凡位要提升 聽得懂嗎 我們建議你要經過二三十年要提升 從外凡位到內凡位到菠蘿菠蘿蜜 因為菠蘿菠蘿蜜以上 我們都叫做劍道位 能夠做到這裡 這無然無盡無聲無昧 無性無相這些做到 這個就是劍道位以上的課程 聽得懂嗎 劍道位我劍道什麼 劍道菠蘿菠蘿蜜的教育的內容 聽得懂嗎 這叫劍道 然後我就開始去訓練 因為我劍道菠蘿蜜蜜的教育是這樣 像大家我們在讀的時候 這就是劍道位的讀誦 但是我們讀誦的這個菠蘿蜜蜜蜜的劍道位以後 我們要把它做出來 我們不能光會練給別人聽聽 我們在陰影像裡面碰到了什麼 怒跟粗 然後生跟昧 染跟靜 真跟檢 這些陰影像碰到我們有沒有做到 我們節觀自己的心還是清淨平等的 沒有所有情緒化的波動 聽得懂嗎 沒有情緒化的波動 如果你做到這樣子 我們就做到無取無捨為方便 如是所說皆有世俗 你看喔 因為我們要達到剝落的波密度 所以我們必須在對立的世俗邊裡面去磨練 所以才說皆有世俗會勝意 然後後來世俗即勝意 聽得懂嗎 因為你不著二邊的話 你當下就叫勝意 著有無二邊我們叫世俗 聽得懂 你著那個長短 著人家對你恭敬不恭敬這個叫世俗 可是我們遇到世俗 人家對你恭敬不恭敬你要越過他的執著 我們就變成當下就勝意 這樣懂嗎 並不是說世俗到勝意 中間有一個功法來修以後 我們才得到勝意 沒有 我們馬上在世俗的因緣法裡面栽培你 聽得懂嗎 栽培你 所以則很如是波羅波羅密多非此岸 你看波羅波羅密多因為不著兩邊 所以非此岸非彼岸 非陸地非中流非高非下非平等非不平等 非有相非無相 非世間非處世間 就是波羅波密多是不著二邊 才叫波羅波密多 有著二邊都不能叫波羅波羅密多 非有漏非無漏非有為 非無為非善非非善 非有跡非無跡非過去 非未來非現在 你看我們在打坐的時候 那個過去現在未來的影像影子很多 你看人家跟你昨天講一句話 你現在打坐還突然冒出來 這個為什麼 對過去直走 聽得懂 你看 你要教育波羅波羅密多 對過去昨天所發生的那個 人家對你禮貌不禮貌 那個你都不能再有所記憶的 你幫我記住 桃子以後讓你併那個蘋果我告訴你 那桃子現在懂波羅波密多 法師你明天讓我併蘋果我也接受 你看這個叫波羅波羅密多 也就是說人家對你恭敬不恭敬 你都沒有把它放在心上了 聽得懂啊 你不再用世間法的對立邊 來記住對方 好吧你對我不禮貌 以後你給我記住 我一樣也對你不禮貌 這個就不叫波羅波羅密多了 聽得懂啊 就不叫波羅波羅密多不能給人家記憶 那個好跟壞的境界 好跟壞的境界 所以大家要理解 然後 然後 揮有為揮 無為揮善 揮揮善 揮有去揮無去揮過去揮未來揮現在 喬世家如是波羅波羅密多 好注意記住喔 不以佛法 不以菩薩摩薩法 不以獨解法 不以僧文法 依不去益生法 益生法就是我們反乎法 也就是說我們不在 菩薩摩薩的法直走 也不在獨解法 僧文法裡面直走 但是我也不禮去 反乎法益生 益生反乎法就包括六道輪迴 都叫益生 聽得懂從天到人到 歐修羅到第一二鬼畜生 都叫益生法 益生 所以我們讀的這一段要畫起來記住 你 師父提醒的這些記住 你如果有空另外抄解 天天練一遍 你也會一直 進入那個無肉的善根的栽培 你不要小看這樣獨誦 獨誦累積下來那不得了 不得了 你很多事情就接受它發生 沒有在意 人家對你恭敬不恭敬 聽得懂 不要在意它 使天地是父白佛遠是尊 如是菠蘿菠蘿蜜多是大菠蘿 也就是說前面這個對立邊 你都能夠做得到 那天地是都讚嘆這樣的修行人 哇好厲害喔 所以如是菠蘿菠蘿蜜多 叫做大菠蘿 大就是包容一切 我認為包容 就不計較一切 就包容一切 不執著一切就包容一切 就是大 聽得懂包容 是無上菠蘿蜜多 是無等等菠蘿蜜多 蘇菩薩摩薩 修行如是菠蘿蜜多時 隨之一切友情心情境界差別 你看喔這個也要畫起來 大家一定要從這裡下手處去結關 考考你自己 你看喔我們跟友情跟友情 大家都在一起共住然後共識 隨之一切友情心情境界差別 我也知道我的心情差別跟其他的同章道友是不一樣的 你看喔一切友情心情境界差別 可是我要訓練幹嘛 而不得我不得友情不得那個知者見者乃至不得色乃至是 你給我記住你今天對我禮貌 你今天對我不禮貌我們走走巧 如果這個念頭寫下來叫做什麼 叫做見 見就是有記著的影像出來了 我們現在做到什麼不見兩個字 不記著不在意 知道元期法 那這些元期法裡面 你要栽培到 而不得我不得友情乃至不得知者見者 不得色乃至是不得 言乃至異不得色乃至法 不得遠視乃至異視 不得遠處乃至異處 不得遠處為元守身諸受 乃至異處為元守身諸受 乃至異處為元守身諸受 乃至不得布施波羅密多 乃至波羅波羅密多 不得內空乃至無性至性空 不得思念著廣收乃至是八佛不共法 你看那麼修得最高的境界都一樣不得 不得 因為德一定會傲慢 我們有時候我們在用功修行 我們都要自己小心翼翼截觀自己 尤其我們是比丘 是被所有的下面六眾弟子所供養 所恭敬 最要小心會不會起焦慢心傲慢心 聽得懂 尤其你借納越高 越被稱為老和尚 你更要懂得解察力 聽得懂 不然你一手都摘下去 摘下 摘去哪裡 摘去那個山土五蓋的框框裡面去了 聽得懂 好 所以你們借辣低的或者你們這個 其他的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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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眾弟子 一定不能給我們這些 長老級的這個比丘比丘你給寵壞掉 要記住 寵壞 講說乃至十八佛不共法 不得補敵 不得內盤 不得諸佛其諸佛法 何以故呢 世尊 非此剝落剝落蜜多 以一切法 然後依有所得而出現 這個畫起來 剝落剝落蜜多 絕對是安住在不早有所得 你今天才有剝落剝落蜜多 你看這裡 所以 以一切法 非此剝落蜜多 就是反過來就跟你講 得到剝落蜜多 絕對不是有所得的人 可以 得到剝落蜜多 所以才會跟你講 反方向的語句 非此剝落蜜多 以一切法 以有所得而出現 聽得懂 有得得而出現的境界 不叫剝落蜜多 聽得懂嗎 不叫剝落蜜多 要無所得 所以則和呢 聖神剝落蜜多 為什麼 要這樣教育你 因為聖神剝落蜜多 都教育你 你什麼 對一切法要無自信 所以多無自信 一無所有 一不可得能得所得 其二一處 性相皆空 不可得故 性跟相都是清淨平等 為什麼不可得 因為他會便利 所以不可得 所以如果可得 你已經要經過一年六十歲的 複製都把它複製完成一樣 有沒有辦法複製完全一樣 不可能 為什麼 因為他生命因緣的變異的現象不一樣 聽得懂嗎 所以不可能複製是一樣的 所以很多人都說 我跟你講 很多次你為什麼都沒改 這個就是要強迫複製 聽得懂要強迫複製 可是你強迫複製可以成功嗎 一樣不能成功 聽得懂這一次 一樣沒有辦法 你應該去教育他 波羅波羅蜜製 這個人的 這個人的修學佛法 你越教他波羅波羅蜜製 他自然而然 你在教育他什麼 節制力 節造力 其實波羅波羅蜜製 他的用意就是這樣子 你看我們讀這些 都是在教育自己 教育自己有沒有 然後呢 不可得能得所得及二一處 二一處就是能得所得 信向皆空不可得顧 這個 這一段也都要畫起來 都要 一定要教育你自己 而使佛靠天地誓言 哪如是如是如如所說 請問喬世家懂不懂 懂 但是要請他導人家把位子讓給我 他不要 他一定會跟我計較 劍逢 你的福報有我那麼大嗎 你那個位子給你 你坐不住呢 我說我們來試試看 因為我波羅波羅蜜多 我沒有坐跟不坐的坐像存在 怎麼坐不住 如果我有慢心我會坐不住 我有焦慢心我坐不住 聽得懂 我有我健身 人見 我像我坐不住 所以我會跟天地誓打個電話 那我會請波羅波羅蜜多來坐 他可能就沒話說了 所以記住佛告 有些天地誓了解波羅蜜多 了解不了解 真的很了解 真的很了解 所以佛陀跟他讚嘆 如是如是如如所說 喬世家 諸菩薩摩薩長夜修學 我們要長夜喔 白天晚上都要長夜修學 聖身波羅蜜多 然後我們修學波羅蜜多 一定不能有慢心喔 所以說上不得菩提何況菩薩法 你看我們連成等症結這些都不能找 凡有找都不能叫成等症結 反過來告訴你這樣子 耳時天地是白佛遠是真 諸菩薩摩薩但行波羅蜜多 一行有波羅蜜多也呢 也就是說你光坐波羅蜜多 那前面五度你有沒有坐 好 佛遠喬世家 我們一看476頁 佛遠喬世家諸菩薩摩薩 以無所得而為方便 具行六種波羅蜜多 因為菩薩摩薩他已經了解波羅蜜多 波羅蜜多含色前面五度 聽得懂嗎 為什麼要五度 就是前面五個我都要夜過去 我為什麼可以夜都過去 就是因為波羅蜜多做後盾 聽得懂嗎 所以你看說諸菩薩摩薩 也就是說達到菩薩摩薩的人 你放心佛陀跟喬世家講保證的話 既然他被稱為菩薩摩薩 但沒話說他一定做到 以無所得而方便 前部圓滿具行就是前部圓滿 六種波羅蜜多 為諸菩摩薩修行布施波羅蜜多 不得布施波羅蜜多 不得施者即能受者 修行境界波羅蜜多 不得境界波羅蜜多 不得慈界即幻界者 你看我們修學境界的人 不能去計較人家幻界不幻界 因為你計較人家幻界不幻界 你他不幻界你會起貪意概 他有幻界你會起成為概 聽得懂那你如果慈界還有這 貪意概稱為概起來 你就是愚痴概 就是無明聽得懂嗎 為什麼無明 因為不了解波羅蜜多 所以我們才說 界定慧三五六種叫無漏之學 你如果修學界定慧這三種無漏之學 反過來在你的身上變成有漏學 那你就沒有得到界定慧的好處了 因為界定慧已經告訴你叫無漏學 不是有漏學 也就是說界定慧是破你的執走而來的 界定慧不是讓你持界得到人天福報 如果你得到人天福報你就有漏學 聽得懂嗎 界是讓你無漏 所以界是轉化你的執走 因為我們有幻界我們才知道 幻界得來源從哪裡來 就是從執走兩個字而來 習記改不過來 當你持走以後你當然就會換界 然後你雖然不換界 你在界裡面起交慢心 你以佛法的清淨法性來講 你還是換界 因為你認為你持界持得比人家好 你一樣照樣叫換界 為什麼 因為你沒有達到無漏 你還是有漏 所以記住這一下 我們修禪定也是一樣 你修得好修得不好的話 你高興不高興的話 你還是有漏 你還不能從禪定而得到無漏 你今天要了解佛教的經驗的慧 然後你一樣日常生活說 一樣一套看到境界有高興不高興 所以人家就會被凡乎俗子批評 你不是都在講波羅波羅密都怎麼一經界來 都馬上順盡高興 然後不順的經驗你就不高興 那你還講波羅波羅密都經臉幹嘛 為什麼被人家批評這樣子 因為有所得 聽得懂嗎 有所得 所以記住 你講這一部經 準備跟這一部經的法義融合 聽得懂嗎 一樣所以你要達到無漏 所以為什麼不得不得不得 就是不住不住 所以不得不思波羅密都 一定要記住 不得思者即能受者 修行禁戒波羅密都時 不得禁戒波羅密都 不得持戒即幻戒者 你看都告訴這樣子開示 乃至我們修波羅波羅密都時 不得波羅波羅密都 不得聚廟會即聚二會 也就是說廟會跟二會二邊不早 你才可以做到波羅波羅密都的圓滿 好 護次喬治家 諸菩薩摩薩聖身 波羅波羅密都為尊為導 也就是說波羅波羅密都為什麼為尊為導 因為就是做到前面那個水平 所以修行一切波羅波羅密都 令樹圓滿 是菩薩摩薩 行布施史 聖身波羅波羅密都為尊為導 也就是說我們今天在做布施境界裡面 都有波羅波羅密都 做我們的一導 我們以世主義來講指導老師 指導法門 什麼叫做指導法門 就是聖身波羅波羅密都 所以首修布施波羅波羅密都 然後無所指走速得圓滿 乃至行波羅史 乃至行波羅史 一樣聖身波羅波羅密都為尊為導 也就是說不管我們行六度 我們一定要記住 你的導師是誰 是聖身波羅波羅密都 你的導師不是釋迦牟尼佛 不是觀神菩薩 不是歐蜜陀佛 你的導師是誰 聖身波羅波羅密都 為什麼 因為阿彌陀佛觀神菩薩 釋迦牟尼佛 都因波羅波羅密都 而成等聖結 所以我們所共同的老師是誰 波羅波羅密都 要記住 所以才說為尊為導 首修波羅波羅密都 無所指走 事物得圓滿 因為波羅波羅密都 他最後栽培你 你要做到 四個字 無所指走 你看有沒有 畫起來 什麼叫波羅波羅密都圓滿 很簡單 無所指走四個字 你才叫波羅波羅密都圓滿 好 富次喬世家 是菩薩摩薩以一切法 以無所得而為方便 修行波羅波羅密都故 無所指走 另所修行速得圓滿 所以這個 你今天要修學佛法圓滿 你一定要 二六十中提起你 有沒有做到無所指走 你要告訴你這個 這個才是重點 然後另所修行速得圓滿 圓滿什麼 你看喔 為以色無所得為方便 乃至呢 這個色就包括五印 色受想行事 都以無所得而為方便 來栽培你 記住 我們現在 在聽經文法 我說著你們能聽的人 都是以無所得為方便 要以這個喔 好 然後呢 無所指走 另所修行速得圓滿 為以色無所得為為方便 乃至於一切相智 無所得為為方便 喬治家 如詹布周 所有树枝條 盡的花葉果實 雖有種種形色不同 而其陰影都有差別 我們不管 他的花稿是什麼種類沒關係 但他長大 他一定會 幹嘛 會護照我們大地的眾生 因為為什麼 因為陰影都無差別 聽得懂 因為他幫助一切眾生 在蘇英家裡面乘良 他沒有計較 什麼數什麼數 聽得懂嗎 如詩呢 前五波羅密多 雖有各異 你看前面五種波羅密多 雖然各異啊 但是我們下手 所以也就是說 你用布施來解脫也可以 你用慈戒來解脫也可以 你用忍怒來解脫都可以 所以記住喔 布施慈禁戒忍怒 都不是為了讓你要得名利的 而是為了借用那個來解脫 來破直走 我們從布施 財施 法施 無畏施 來破你的直走 從你的慈戒 彼修戒 彼修女戒 菩薩戒 來破你的直走 要記住這一句話 從你的忍怒 來破你的直走 從你的精進 來破你的直走 要記住這一句話 不是為了精進來閒耀 我今天拜多少拜佛 你拜多少拜 哇糟糕 你就無法進入精進 菠蘿菠蘿密多 要記住這一句 所以說 而有菠蘿菠蘿密多 色受迴向一切相制 以無所得為方便故 諸差別相都不可得 所以說恰 為什麼不可得 因為他會變異 會生老病死 會生諸於妹 所以我不會去笑你 你活到幾歲 或者長壽或者短壽 因為不管長壽短壽 生老病死 是一樣的法系 聽得懂嗎 都相同 我們哪有資格去笑別人 聽得懂 好 使天地是富百佛遠四孫 如是菠蘿菠蘿密多 成就廣大殊聖功德 也就是把前面這些做到 你看喔 你今天啊 如是菠蘿菠蘿密多 可以成就你 廣大殊聖功德 所以大家開口閉口 都要講到 都要講到好啊 你希望你都把它導引到 菠蘿菠蘿密多 它才叫真正的功德 其他的都是福德喔 不叫功德喔 成就一切殊聖功德 成就圓滿殊聖功德 成就無量殊聖功德 你看 就是一切殊聖 圓滿殊聖 無量殊聖 無數殊聖 無數殊聖 無邊殊聖 無等等殊聖 成就無等等殊聖功德 世尊 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殊子如是 聖聲波洛波洛密多 眾保元赤 以無量殊聖 善妙共聚 供養共進 尊重嘆嘆 以此經收 最記住要畫起來 以此經收 四個字供養裡面 如理思維 不要都不想如理思維 我們最麻煩就是不想如理思維 佛陀成陽明號 此時大悲作誰加持我 我就會了 沒有這回事 如理思維都要靠自己 不是靠觀神不上 奧陌陀遺傳給你 靠你自己的如理思維 四個字 有善男子善女 人等書寫如是聖聲波洛波洛密多 師他授聖 然後呢 廣令流布此惡福聚何者為多 也就是說我們用世間的供養 或者用你書寫波洛波洛密多 你去做 那這個來比較看看 佛告喬世家 我反問了 你看喬世家問佛陀 佛陀當然知道不回答 那我問你 因為你既然要問 那我就反問你 你到底懂不懂 還是你故意找麻煩 好你看佛演喬世家 我反問你 我隨便問你 那你答吧 當隨意答 善男子善女人等 從他請得佛設立樓 我們有因緣得到設立子 設立樓了 然後呢 聖以寶寒至高勝處 你做了好莊園的盒子 把它供養起來 然後呢 付辭無量 你也一樣呢 請很多的你 包括很多的信眾 無量善妙花曼乃至登明供養 然後尊重善嘆 然後有善男子等 從他請得佛設立 不只你還有別人 還有你的信眾 這些護法都得到這個設立了 然後分屍以他如戒之 你分給人家一點點 都是設立子 我都分給你 令筆盡受如法安住 互以種種善妙花曼 然後你又很多的善妙花曼 你看我們在供養那個設立子的時候 我們對他的那個 那個周遮的供養花曼 供養都莊嚴 聽得懂都很莊嚴 然後乃至登明供養恭敬 尊重淡淡以義 因此二福聚何則為勝 你看佛頭現在問天地勢 你供養設立子花了那麼多的心血 時間跟空心包括金錢 那你來跟菠蘿蜂都兩個來比較看看 天地勢言 如我解佛所說益者 因為天地勢當然都已經了解了 聽得懂 可是佛為什麼還要訪問他 因為他執著很深 所以還要訪問他 記住這個就是心裡血 佛頭怎麼不知道 你下面的天地勢要怎麼回答 他早就知道啊 但是你 我有很多機會讓你放下 直走的機會 但是你都不願意放下 其實也是一樣 諸位我在上課一直點你的名字 即使是希望你做得到 其實不是在上課裡面 講你的名字給你撈開 沒有啦 小川中川你不要誤會 那些師父都在那剋檔給我撈開 那名字都一直給我講出來 是你做得到呢 聽得懂啊 所以記住喔 天地勢言 如我解佛所說益者 此二福祭佛則為勝 佛則為勝 你看 何以故呢 以諸如來應正等劫啊 官有情類啊 應以諸佛設立羅所供養恭敬而得度者 講內盤史以金剛與三謀地利啊 翠金剛生啊 令如戒子呢 互以身廣啊 大慈大悲神利啊 加持盧氏啊 加持盧氏佛設立羅 令以如來波內盤魄啊 有得益力如戒子啊 量供養恭敬 佛福無邊 也就是說你供養那個 以打粹的這個設立子 你只要供養一個細微是你的福報 福報是無量無邊啊 但是沒有斷煩惱喔 沒有斷子走 所以要先把這個釐清主喔 以天人中啊受得福樂 那你在人道天道 你一定多受福樂的果報 乃至最後得盡苦祭啊 故事他則來祈福為勝 而是佛佔天地勢眼 善哉善哉如如所說 你看啊 也就是說你供養色立羅 這個福報大不大啊 但是佛陀下面要跟波洛波密多來對比 聽得懂啊 盧盧所說善哉善哉 以此波洛波諾密多 依附如是 可是你供養波洛波密多 一樣大呢 你不是要供養色立羅 色立羅 然後呢 依附如是 若至受止 假如你能夠在波洛波諾密多 自己來受止 失他留步 此二伏去後者為多 你看佛陀還說 你供養色立羅 那個福報大不大 但是來跟聖聖波洛波諾密多 我們聖聖波洛波密多 超過你 超過你 所以我是建議大家 要會打算盤 你還打算盤 此二伏去佛則為多 何以故 由失他者能令 無量無邊有其得法喜 因為波洛波諾密多 如果講解以後 聽的人如果接受 他將來會得法喜 聽得懂 可是色立羅的法喜 是你去看的時候 短暫時間而已 因為你等一下會離開 聽得懂 會離開那個 供養色立羅的那個地方 等一下呢 在供養色立羅的時候 你是心清淨 但是離開了那個色立塔以後 開始煩惱來了 35蓋又來了 聽得懂 你沒看到 我們在朝八大聖地的時候 大家都有清淨心 但是離開八大聖地心都變了 聽得懂 等一下分房間 你怎麼跟我分這個房間 怎麼那麼爛 怎麼那麼好 你是不是對我太好 你看我們馬上就起煩惱了 可是在八大聖地的面前 很恭敬 可是離開那個地方以後 那個恭敬心 就被割斷切斷 就已經沒有了 你看 所以到底八大聖地要不要去 會去或不去 會不去 聽得懂嗎 再記住 所以你要知道佛陀 為什麼這樣親口跟天地似想 你拜色立塔短暫清淨 可是離開了 短暫拜色立塔以後 你等一下又三肚蓋又來了 聽得懂嗎 可是你了解聖身波洛波洛密多 你投入以後 你斷足三肚蓋的直走是相系不斷 因為你有什麼在你的身上 有聖身波洛波洛密多隨身 清淨化身隨身 可是你看色力 我只是短暫而已 聽得懂嗎 短暫給你兩個小時 你看我們去大家繞塔 你看都清晨 都恭敬 可是離開了等一下繞塔以後 時間到走了以後 高興不高興都跑出來了 心情好或是心情不好都跑出來了 你看 所以不容易 所以你看 你如果沒有聖身波洛波洛密多 佛陀為什麼一直用這樣的屁語 就希望大家要認識真相思相 認清一下 所以啊 由失他者能令 無量無邊 有情得法喜故 互次喬世家 若有此聖身波洛波洛密多所說欲去 你看我們講波洛波洛密多所說欲去 如實為他分別解說令得正解 所厚福聚 互勝 失他流入功德 流入功德多百千倍 所以你聽到我為什麼今天要講波洛波洛密多 因為我都看了這一段 我要賺大點就要賺這個 所以以後就是你們來輪流講 因為你們要賺 要賺什麼 多百千倍 聽得懂嗎 多百千倍 你先講波洛波洛密多 好 喬世家 禁此法師當盧敬佛 這樣子人家在先說波洛波洛密多 你要看到這個法師 你要把他當佛看待 因為可以講 聖聖波洛波洛密多的人 不多 你看我又再抬高我身價 醉過醉過 往昔手造諸二葉 皆由貪生吃 而來 記住 所以禁此法師當盧敬佛 依如視佛 尊重大志同行患者 因為你要把他像佛一樣尊重大志 何以顧喬世家 當之波洛波洛密多即是諸佛 當之諸佛即是波洛波洛密多 當之波洛波洛密多不遇諸佛 當之諸佛不遇波洛波洛密多 因為當然我們已經告訴諸位 三世諸佛畫起來 三世諸佛 皆以波洛波洛密多 精進修學 告訴諸位 所以你今天想 從外環會進入見道會 進入成等政節 你不能離開波洛波洛密多 所以大家要記住 不是我某某人說的 是十方諸佛都是這樣說的 十方諸佛的成就 也都是這樣子而來的 你看 三世諸佛 皆以波洛波洛密多 精進修學 然後正得無上正等菩提 若諸深聞獨解總性 修喚行者 以以波洛波洛密多精進修學 得深聞果獨解菩提 所以你要得果味可以啊 那你要得波洛波洛密多 然後下面講菩薩總性 普特切諾也是一樣 若菩薩總性 普特切諾以以波洛波洛密多精進修學 超諸深聞及獨解地 正入菩薩正性禮身 見次修行諸菩薩行得住 菩薩不退轉地 以世故的喬世家 若善男子善女人等 亦得現前供養恭敬尊重 讚歎諸佛是尊 當書如是波洛波洛密多 供養恭敬尊重讚歎 我們建議大家不只說 前面所講的尊重讚歎波洛波密多 我們還要把它實踐出來 那才更有意義 你不能一輩子停留在抄寫 獨送 聽得懂啊 當然超解獨送已經比 沒有超解獨送的人 已經要好幾倍 但是能夠 濃入波洛波密多更好 聽得懂 好喬世家 我觀世意出成佛史做事思維 好所以這一段都要發起來 你看我觀察這一條路 我剛開始承等正結的時候 我依誰住 誰堪受我供養供敬 做事念死都不見有諸天謀 幻及以世間人非人等 以我等者 為什麼 因為那些的天謀幻等 都是我見很深啊 哪說有辦法做到 我們希塔多太子 而成等正結 那個無我的境界做不到啊 聽得懂啊 他們都是福報大啊 然後呢 複製思維 我依此法 以正無上正等不敵 我依什麼法 波洛波洛密多法 然後 此法甚深 唯妙即盡 我當煩依此法而住 因為這個法 聖身波洛波洛密多 也就是聖 聖身波洛波洛密多 就是我們一般所講 聖身延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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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做聖身波洛波洛密多法 所以我當煩依此法而住 我當煩依聖身延祈法而安住 此有故彼有 此五故彼有 此生故彼生 此妹故彼妹 其實這個就是波洛波洛密多 供養恭敬所謂波洛波洛密多 都還善依波洛波洛密多 供養恭敬 況裡面這些善男子善女 等等想要求無上正等補體 然後不想依聖身波洛波洛密多嗎 而不依此聖身波洛波洛密多 精勤修學 供養恭敬 僧眾讚嘆 何以顧喬世家 聖身波洛波洛密多 能生菩薩謀煞眾 因為你今天要成就佛菩薩 菩薩謀煞你要依波洛波洛密多 來幫你 從此菩薩謀煞眾 生諸如來 因聖等節 以諸如來因聖等節 生文獨節而得身故 以事故喬世家 若菩薩聖獨節聖 若生文聖 諸善男子善女人等 皆以波洛波洛密多 殷勤修學 以無量種善妙花慢 乃至登明供養恭敬 尊重讚嘆 好 我們看了 479頁 大波洛波洛密多 經見第431 第二分經文品第36至1 現在這一品叫經文品 經文我們在看他在說什麼 爾時佛告天地是 遠喬世家 若善男子善女人等 焦張布州諸有群類 皆令安住十三夜道 以意迎合 是善男子善女人等 由此因言得福都佛 也就是說我們焦南章布州 都在行十三夜道 這福報大不大 大啊 很大啊 天地誓演聖多 世尊聖多善事 佛言巧思家 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書寫 你看喔 前面叫十三夜道 然後下面是書寫 如是聖身 波羅波羅蜜多 師他讀宋 肉轉書寫 廣令流步 是善男子善女人等 所厚福氣 甚多於錢 所以你今天 我今天就是看到這個 所以我今天為什麼要講解 波羅波羅蜜多給你們聽 因為我要賺大錢 我沒有停留做十三夜道 聽到 因為佛陀裡面講 十三夜道福報就很大 但是我要做比十三夜道福報更大一點的 幹嘛 我啊 幹嘛 書寫讀宋講說 如理思為 你看喔 這裡喔 所以才說 廣令流步是善男子善女人人所獲福祖 甚多於錢 你看 甚多於十三夜道 所以則和喬世家 如是波羅波羅蜜多秘密葬 為什麼呢 波羅蜜多他的福報會勝過前面 因為理解波羅蜜多 他會幫他斷我法二子 可是呢 我們一輩子鼓勵人家修十三夜道 不能斷我法二子 聽得懂嗎 我們還在煩惱堆裡面 那個十三夜道 那個煩惱堆很嚴重 你不相信你到現在世間的這個慈善團體 你進去就知道了 那個三獨五蓋是滿嚴重的 聽得懂 但是你先講聖聖波羅蜜多 那個三獨五蓋會慢慢降低減化 會慢慢減少 可是你在那個所謂慈善夜道的團體 我們世間所講的紅石智慧裡面 其實我不應該講這句名稱出來 我講世間的某某會 什麼都會 你看你一進去那個都是三獨五蓋的累積的 可是我們聖聖波羅蜜多都沒有 智慧 所以要記住 所以我們有一個聖者就講 凡有組織團體裡面就沒有真理了 就只有利益 要記住這一句話 凡有團體出來以後就沒有波羅蜜多了 聽得懂就已經忘掉了 聽得懂 所以佛陀會為什麼會這樣比較 你推行十善夜道 有沒有福德之良 有 但是沒有無肉的功德 聽得懂沒有無肉 所以是善男子善年 人等守候福去 甚多於錢 都超過前面 因為前面的十善夜道的福去是有生有滅 他的福德因緣圓滿以後 他就掉下來的 所以我們說天道的眾生掉來人間以後 掉之前有五衰向線 聽得懂有五種現況會衰落會衰損 可以顧喬世家如是波羅波羅蜜多秘密 藏中廣受一切無肉之法 因為波羅蜜多他在跟你先講什麼 他開口閉口都在跟你講無肉 不要讓你有執著的煩惱 這是波羅蜜多的好處 可是十善夜道的團體沒有辦法講無肉 聽得懂 那個慈善的十善夜道慈善的慈善 不能跟你講無肉的 所以諸善男子善女人等 以中以學經學當學 或有以怒經怒當怒 生文勝法正性禮身 見次乃至以正當得阿羅漢國 或有人以怒經怒當怒 獨結聖法正性禮身 然後見次乃至以正當正獨結不敵 或有以怒經怒當怒菩薩聖正性禮身 見次修行諸菩薩行 以正經正當正無上正等不敵 曹志佳 銀河名為無肉之法 那個無肉之法從哪裡磨呢 從這個三十四道餅開始磨呢 也就是說我剛才講 我們今天無肉之法在哪裡磨呢 在戒定位 所以我們戒定位叫三無肉學 如果我們修學戒定位而煩惱越來越多 那我們就遠離波羅波羅沒多了 鐵定啊 因為戒定位本來要讓你無肉 怎麼你這個用功修行人呢 這個戒定位變得越來越有肉呢 有煩惱 那不是要打問號嗎 聽得懂啊 所以為四念柱乃至八聖道之四聖地自然 三解通門內空乃至無性之心空 如來實地事無所謂事無愛解大之大悲大喜大捨 十八佛不共法 其於無量無邊佛法 皆於此中所說一切無肉之法 也就是說我們今天要達到無肉之法 我們要在剛才所唸的這些課程裡面磨練 從四念柱乃至大慈大悲大喜大舌裡面去磨練 聽得懂嗎 我們磨練 喬治家若善男子善女人等 教一有情柱一流果 所獲福福聚 由聖教化一戰不足有情類 皆令安柱十三一道 所以這個要記住喔 我們栽培一個人得到出國 我們勝過栽培一個南戰不足 那麼多人在栽培十三葉道的人 你看喔 你栽培一個人得那個 所以我看到這一句話 我真的貪念就出來 我一定要栽培你們出國 但是我要栽培你們得到出國 你們如果不甩我 我就沒有苦報可得 所以拜託拜託你們 記住 拜託你們聽課的人要記住 你要讓我的某某法師的福報 越來越大 你要幫助我一下 聽大破洛經以後 得出國二國三國四國 因為我們已經告示諸位 我們佛法的果位是把執著拿掉才有果位 我們跟世間法那個分數的那個一百分不一樣的 聽得懂 所以我們不是一直告訴諸位 你看為什麼出國斷三節 就是要把你的切點改掉你才有出國 我們不是那個十個科系都得一百分 我們才說正出國 我們沒有啦 我們沒有啦 十科得一百分我們正交曼國 傲曼國啊 慢心啊 聽得懂啊 我考試考別你會啊 你都不會 以後不要跟你做朋友了 請問這個有沒有傲曼 我們修學佛法接納越高啊 我們的慢心就要越來越少 我們的地位越高啊 我們的慢心要越來越改善 這才對 也就是說你的成等正結 你果位越高就表示你做到無我 因無所住而生之心裡做到 所以你才果位越高 所以諸位記住 我們的佛法的果位跟世間的那個果位不一樣喔 我們不是說你打坐幾小時才叫做果位喔 聽得懂啊 我們一次看你的 直走的缺點改善掉才有果位 所以才出國斷三節 二國斷二節 三國斷玉界的五下分解 聽得懂啊 三國到四國以後 以後都要把不只玉界喔 包括色界無色界的 那些的直走的灘都要改善掉 你才有辦法進入三國到四國 我們是不一樣的喔 所以大家聽盡文法要懂的這個應用 所以才說 可以顧喬世嘉 諸有情啊 諸有安住十三夜道 不免地義 你看我栽培你有十三夜道啊 但是你還是會跑到地義旁生鬼去 聽得懂啊 因為你福報享受完你就墮落了啦 聽得懂就墮落了啊 若有安住逸流國者啊 便得永脫三惡去 你看喔 我們有逸流國 因為我們逸流國斷三節嘛 那凡神是不是斷掉了三惡道 那個地義的因果 出生的因果 惡鬼的因果 我們就把它改善啊 因為你零斷三節的人啊 所以大家記住這一句話喔 礦令 礦令 我們也就是說 出國就已經把三惡去給改善了 永脫三惡去 何況呢 礦叫令住 礦我教你們住 所謂二國 三國 四國 礦叫令住 一來不還歐羅漢國 獨解菩提所獲福祉不可勝必 所以我是建議我們讀了大波樂經 我們希望我們的切點的執著漸漸改善 我們讀大波樂經才有意義 並不是我今天講大波樂經 我要你們給我的稱揚名利 其實我們讀大波樂經的人 要有心理準備 我們是要把我法二子斷掉 我們今天才攻讀大波樂經的 我們不是攻讀大波樂經 有什麼要讓仁天來跟你讚揚 但是仁天 尤其天道的眾生會讚揚你 是因為你要準備把我法二子拿掉 所以你才要來讀大波樂經 人家恭敬你是恭敬這個 也就是說喬世家會恭敬你是 你願意把這個拿掉 可是我做不到 我喬世家做不到 但是你做得到 我要跟你隨即功德讚嘆 是這樣子的 所以記述 我們佛法的曠教令 祝一來不凡 歐羅漢國獨解菩提所獲福祭 不可勝比 喬世家 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教 詹布周有情類 皆祝一流一來不凡 歐羅漢國獨解菩提 你看你教人家出國二國三國 你看有沒有 你這樣的三四四有沒有很厲害 很厲害 但是不如教一 有情令去無上正等補提 可是要令去無上正等補提 要經過聖身剝露 剝辱這條路來 你無上正等也不是才得得到 可以顧喬世家 若教內有情令去無上正等補提 則令世間佛遠不斷 然後所以則 也就是說我們教力人家無上正等補提 我們的目的是什麼 讓他活遠不斷 然後所以則 如有菩薩謀殺故 因為假如我有菩薩謀殺 那下面的 也就是說我用四十例比 我幫你們栽培到壽士博士 但是你們要記住 既然有壽士博士 當然就有下面的小學畢業 初中畢業高中畢業 可以啊 用這樣的辟語你就懂了 也就是說我教菩薩謀殺 成功了 那菩薩謀殺成功 那一定便有一流一來 不凡歐羅漢果獨解不敵 這樣聽得懂這一次嗎 不然你今天那個博士壽士 從哪裡爬起來 當然也從小學畢業 初中畢業 高中畢業大學畢業爬起來 這樣聽得懂這樣辟語 有有菩薩謀殺故 便有如來 因正等結 轉廟法輪 哪度無量眾 諸菩薩謀殺 且以菩洛波諾密多 而得成就 所以所有菩薩謀殺想要成就 可以啊 但是你要記住 以菩洛波諾密多 你才叫做菩薩謀殺的等級 以至顧喬治家 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書寫 如是聖聲波諾波諾密多 師他讀宋 若轉書寫廣令流布 所獲符句 聖前符句 無量無邊 何以顧喬治家 如是波諾波諾密多 秘密葬中 廣收一切事出世間 然後聖妙善法 以此善法 世間便有差力 因為你要有世間善法的話 那當然就有這些果報 有差地利大祖 波諾門大祖 長者大祖 奇數大祖 是大王仲天乃至 非想非非想駐天 依有四念柱廣說 乃至一切相智 施色葛德 依有一流 依來不凡 歐羅漢獨解菩薩 魔弘煞 諸佛世尊可 施色葛德 也就是說當我們 書寫解說 然後以這個 那所有的後面的果味 就有因為你這樣子 而那些果味就會出現 互至喬世家 智詹布舟有情類 智就是安住在 這個安布舟的 有情類的人 因為他的水平 就是南詹布舟的 那個果報而已 那這個果報 只要做十三葉道就過了 聽得懂 你們喜歡到 北濟如舟 東盛神舟 南詹布舟 那你只要十三葉道就過了 不需要讀波濟如舟 聽得懂嗎 你看這裡 喬世家 智詹布舟有情類 安智 智詹布舟有情類 如果善男子善臉人等交 四大部舟 諸有情類 你看喔 你只要做什麼等級 十三葉道就可以了 所以 接念安住十三葉道語意 亦可是三男子善臉人等 由此因緣得福多佛呢 天地誓言 甚多是尊 甚多善事 佛言巧思佳若 三男子善臉人等 書寫如是 聖聲波洛波洛蜜多 師他讀誦 若轉書寫廣令流布 是三男子善臉人等 所獲福去 甚多於前 於如上說 也就是說你做十三葉道 來根啊 你書寫波洛波蜜多 所以建議你們回去毛筆字多念 書寫印給人家 多寫啊 不能用那個印刷馬上印喔 那不算喔 因為你寫一遍喔 那個波洛波洛蜜多 你看你要花多少時間 然後你把書寫又去供養人家 你看 可是用印的不需要啊 可能印的不需要一分鐘吧 營印機 複印機要不要一分鐘 一張不需要一分鐘 就印出來了 是 這裡喔 所以記住啊 這裡沒有寫那個喔 互印啊 就寫書寫喔 你們要記住啊 你不要說 我用印的比較方便啊 我告訴你喔 用印的喔 一般的人看到 大部分都不會再恭敬它了 因為印的太快 沒有恭敬你心的價值 可是你書寫就不一樣了 聽到了 書寫一下 是不是喔 好 好 富士喬世家 至四大作諸有情類 若善然子善內人等 教教導呢 小千 借諸有情類 所以啊 令皆令安住十三夜道 以意 寅可是善然子善內人等 由此因言得福多佛 前面是教南章不多 現在要教一個小千世界的眾生 十三夜道 天地是遠 世尊 盛多善事 佛言呢 喬治家 若善然子善內人等 書寫如是 聖聲波露 波露蜜多 然後 師他讀誦 然後呢 若轉書寫 廣令流布 是善然子善內人等 手破福去 盛多於前 你看都 都贏過前面的 然後呢 一如上說 一如就是前面的所說都一樣 呼至喬治家 至小千戒 你看越來越比較 越來越比較 小千戒諸有情類 諸善然子善內人等 孝中千戒諸有情類 令 皆令安住十三夜道 以意 寅可是善然子善內人等 由此因言得福多佛 因為你教導人家 小千戒 中千戒都十三夜道 這個福德大不大 大 盛多 是真聖都善之 佛言善是佳 若善然子善內人等 書寫如是 聖聲波羅波羅蜜多 師他讀宋 師他讀宋 若轉書寫 廣令流布 是善然子善內人等 手破福去 聖都於前 一如上說 就前面已經講過了 這個比較 好 我們先講到這裡 所以我後來看到這個比較 你今天我為什麼要講 波羅波羅蜜多 因為我要賺大錢 賺小錢 聽得懂嗎 下個禮拜就讓你們賺 你們下一個禮拜要賺的幾首 不幾首就表示都要 好 願以子功德 普及於一切 我等於眾生 皆共成佛道 好 好 好